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首先代表我们遗传法医所所有的私生员工对他们的获奖表示热泪的祝贺和由衷的敬意 有点紧张啊 我们刚才看了这个片子 这个我们知道未来科学大奖是成立于2016年的1月 是由我们科学界和企业界的著名代表联合成立的这么一个科学大奖 奖励关注基础科学研究 具有创新性成果的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成果 那么设置了生命科学 物质科学 计算机和数学三项大奖 生命科学奖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的是由丁建 李彦宏 沈南鹏 张蕾捐赠的奖金设立的 在此呢我们感谢企业家们对生命科学的关注和支持 这次未来科学大奖 颁给李嘉阳 袁隆平 张启发三位著名的科学家 他们从事水稻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 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三位著名的科学家 他们投的这个奖我想是实至名归 他们三位在推动我国植物科学的发展 和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方面 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我想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猪祸 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习他们 关注国家重大需求 关注重大科学问题 这种高尚的这个精神 也要学习他们 不畏艰难 敢于创新和挑战重大复杂问题的 这种科学的精神 特别是李嘉阳就在我们身边 所以同学们 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 专注自己的科研工作 要勇于创新 不畏艰难 刻苦专念 不断提升我们自身的科研能力 会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同时我也希望 我们在座的人中 在将来有一天 也能够获得这项大奖 这个活动呢 这个 在遗传法语也召开 所以我们非常的荣幸 那么我想就不多说了 我们进入下面学术交流的环节 我们第一位的 这个报告人 是我们这个 来自遗传法语所的 李嘉阳院士 李嘉阳院士呢 是著名的遗传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战科学院 华战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学院 德国科学院 和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的 外籍会员 或者外籍院士 同时呢 也是这个英国 华家学院 外籍会员 那么李嘉阳院士呢 长期从事高等植物 生长发育 代谢调控的 基礼研究 主要以粮食作物 水稻和模式植物 利兰界为材料 研究植物急速的 合成逐进和调控机率 着重阐明了 高等植物 株形形成的 分子机率 并致力于水稻的 分子品种设计 培育高产优质 高效 高亢的新品种 在我国建立了 植物基因 除非格伦技术的 方法和体系 奠定了我国水稻 功能基因研究的 重要基础 为我国水稻功能基因研究 赶超和引领 世界科学水平 做出了卓越贡献 以第一完成人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一等奖 2017年 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 2005年 中国科学院 结束成就奖 以及 求是科技成就 集体奖 并获得全球 华人生物科学家 大会 生命科学成就奖 和粮和粒 生命科学奖 长江学者 成就奖 二等奖 以及美国 植物生物学家协会 终身会员 汤森路透 高倍应用科学家 陈嘉根奖 等多项奖励 那么 嘉阳院士呢 也是在我们所工作 所以大家比较了解 我就不过多地介绍 那么下面 热烈欢迎 李嘉阳院士 做报告 各位老师 同学 专家 所谓的 导会的朋友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 有这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这回报我们团队 在水的 科学方面所做的 一些工作 和走过的 一些历程 我们知道 水的是我们国家的主粮 但是呢 我们这个国家 就是包括世界 我们都面临着 一个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这个主粮 或者说我们食物的 它的安全保障 能不能产生 足够的 这个食物 为我们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来提供这样一个 丰富的 有营养的 这样一个食物 其他方面 也包括 在生产 食物过程当中 它对环境 所造成的 巨大的压力 对自然资源 这个需求 以及 视频安全 本身的考虑 所以呢 面对这一次 这个 这样一个挑战 特别是 像中国 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有 接近 14亿人口 但是我们的 可根土地 仅占世界 8%左右 我们的人口 却是 20% 在这样一个 巨大的 这样一个 压力之下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确保 刚才所说的 这样一个 足够的 食物的生产 而且是要 高效 而且能保护环境 保护资源 从研究这个角度来说 那就应该要想办法去理解 怎么样才能够 是促进 这个产量的生产 这个产量的提高 特别是单产的提高 怎么样 才能够去 就是 改善 我们的 食物的品质 特别的燕阳价值 以及 包括 我们能够提高它 对自然灾害的 这种 抵抗作用 那 以这就可以少投入 比如说 少投入化肥 少投入 抗贫 这个 病虫害的 这样一个药 肥料等等 那 我们实验室在 建 这个 这个 建设计师之初吧 我们很快的 就 就 考虑到 要围绕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巨大的这样一个 挑战 或者国家的需求 那 形成我们 子的研究 要 自由一定的 这样一个 特色 那在当时 我们就想到 这也是用了 一二十年的 这样一个 老的这个图 那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想办法 要提高粮食 提高的产量 那提高产量 如何提高产量 那在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时候 是通过猪型的改变 就是猪高的改变 那如何通过猪高 或者说猪型的这个改变 进一步 那提高粮食 不仅仅它是为第一次绿色革命 打下的基础 我们认为 在未来的话 新的绿色革命 或者是绿色革命的 再出发当中 猪型 可能依然是 产量提高的一个关键部分 第二部分 那就是说 如何提高营养品质 使我们 食用的这一次粮食 或者我们的食物 它不仅仅是提供能量 它也提供我们生活所必须的 其他的营养素 第三 那就是想 从文权这个角度 就是高产 优质 从文权这个角度 能够培育出这种新的品种 或者我们能理解这一次激励 它能够抗自然灾害 抗病虫害 能够 比如说抗导服 总之是能够确保 这个产量的潜力 得到充分的发挥 减少损失 能够得到一个稳定的产量提高 那通过这一次激励的研究 我们最后就能够通过我们 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的 这样一个乐数条件 能够培育 高产的 优质的 文产的这样一个新品种 那这就是实验室一直要维持在奋斗的这样一个大的蓝图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产量方面 由于今天的事件 关系我主要的还是从产量 可能后面会花几分钟的时间 讲一讲品质方面相关的 那从产量这个角度来说 那主要是从珠型这个角度来入手 那珠型有刚才说过 有珠膏 这是第一次绿色革命的一个基础 在水道上是一个半显性的这个基因 叫一个半癌感的基因 叫Semidorph这个基因 减轻SD1这样一个基因 除了珠膏之外 很正确的是分裂素的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在产量的三小素道中 碎素的多少是非常重要的 那碎素这个碎子 实际上是每一个分裂 也就是一个分支上来 它上面顶部长的一个水道的碎子 这一个水道的碎的多少 实际上是确定产量的三亚素状态的排在首位 那除此之外 还有它这个分裂的角度 因为它和光能的转化 和这个株培育栽培当中的密度 它对病虫害的影响是直接相关的 那再一个就是它的碎的大小 那碎的大小实际上在产量三亚素当中 这个每一个碎子除了碎的多少主体 每个碎子的大小 就是说有多少粒是非常相关的 那第三个因素也是跟碎子上面的有关 那就是粒子 就是这个每一个上面的粒子除了多少之外 这个粒的大小也是相关 那在我们的这个当中就叫做千里种 那就是说每某的或者每株的碎所 它的碎的大小的碎粒素和碎粒的大小 构成了整个这样一个产量的三亚素 那我们从产量这个角度来说 就围绕这个三点去进行研究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分裂它怎么形成的 分裂通过不同的植物籍研究 基本上得到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就是说它有两个主要的步骤 一步是产生分裂或者分支的这个芽 这个芽的产生是一个关键 它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你可以看看我们在这个水稻当中 你可以看看 每一个这个上面是一个椰片上的 在椰片的夹角之内 这个里面它是一个产生一个小芽 这个芽子长出来了之后 它就是一个分裂 分裂长大了之后 上面就可以产生一个碎子 那这个芽的产生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那当然第二步呢 就是分裂芽的生长 我后面会讲到 那为了要完成这个理解水稻 它的这个分裂芽的这一种形成的机理 我们需要材料 那需要一个材料呢 那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次自然 或者是人为让它变化的这个碎子 分裂碎的这个分裂数目 或者是分支多少变化的这样一个材料 我们叫突变体 因为它跟正常的我们叫野生型 这个野生型叫Y-type 用WT来表示的 那这个突变体呢 因为它是只有一个主碎产生 那我们就叫做Molacom 就是一个丹的一个杆子 那这个丹杆呢 那就是上面它长的这一个 可是看得出来 它变体和这个野生性比 它这个地方就是完全不能产生 那不能产生之后 尽管它叶子是依然有的 但实际上它最终给出来的 就是中间一个碎子 一个主碎 那这个菜牙就没有 这个基因呢 我们是在2003年的时候 发表在Lethe上的 是克隆了它 通过这个基因 这个我们叫Chromason walking 通过这样一个突变克隆的方法 在克隆出来的 这个方法也是当时 在国内的第一次这样一个成功的尝试 也是国际上刚刚兴起的 这个主要龙作物 特别是水稻这样的 龙作物的 突变克隆的方法的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单杆的这个基因 克隆之后 Maukewan克隆之后 我们一直想知道 它为什么 它的基底是什么 所以后来我们又发现 另外一个突变体 叫Tillerin and Dwarf 简称Ted-1 这个Ted-1的这个工作 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实际上 它是正好和这个Maukewan是反过来 它是多分裂 而且比较矮化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基因之后 就发现 它编码的是一个 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 一个就是叫做 蛋白质的这个降节当中的 一个复合体 叫APC 这个复合体 它当中的一个CDH1的 这样一个基因 它主要是负责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复合体当中 它要能够识别一个 它的所谓的底屋蛋白 然后让这个底屋蛋白 达到降节 它起一个关键作用 那这个基因呢 我们考虑之后就发现 它是和我们刚才说的 Maukewan这个基因 是能够互作的 就是说在这个水道体内 它可以通过这个物理性的接触 能够结合起来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的结合起来 能够就让这个Maukewan的基因 就被最终就形成 这个范俗化 然后就让它降节 这个图呢 主要是说 它们这个结合的分子机理 通过一次关键的这个区段 通过一期待的分子 这个生物学的手段 验证它 它们两个通过什么一个位置 我们叫Domain 是结合之后 是降节这个Maukewan 那换句话说 Maukewan实际上是一个 Tatwan的这样一个底屋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在这个 范俗化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在正常情况下 这个它可以让Maukewan是范俗化 然后能够让它降节 另外一个正样的这个过程 在这一个分裂压形成当中 我们还进行到第三个 比较正样的一个突变体 叫做Maukewan Mutants Mauke 3 这个Mauke 3呢 跟Mauke 1呢 非常相近 也是单感 而且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分裂压或者这个 分支分裂的这个过程 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它比Mauke 1呢 要轻一点 能够形成一部分的分裂压 那通过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研究 因为我刚才举的也就是一个简单的举案 这个例子 就是说在这个分裂压形成过程当中 它是需要一系列基因 形成一个调控的网络 实现了对它的这样一个 一个精准的调控 这里面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是Mauke 1 它受到Mauke 1在蛋白质的这样一个水平上 受到TED1的这个影响 这两个工作呢 当然是在早期的一次工作 比如说 这是由李雪勇的 这个现在在 农科院的做科所 这个当时是研究生完成的 这TED1是我们的许操研究员 现在是处理的 这个完成的 还有其他很多的实验室的人 共同努力完成这次工作 然后形成这样一个 就像这样的一个途径 实际上在生产当中我们知道 一个分裂压的这样一个产生 它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事件 但是要一个分裂压完全形成一个 一个发油良好 然后能够长出一个非常好的碎子的话 实际上它这个 这样一个真固的生长阶段 是更为重要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分裂压它壳子形成 但是条件不好的时候 分裂压是壳子休眠的 那我们想关键要素研究 这个分裂压它是如何生长的 这样一个机制 在这样的话我就要再讲一下 在过去的研究工作当中 特别是在十年前左右 在我们做植物极素 或者分裂这个研究当中 有一个重要的植物极素 被新的被发现 或者被定义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 毒胶经类质 Striker Lecton 这样一个新的植物极素 它呢 是产生于各种各样的植物当中 比如说像棉花 像高粮 水稻 豌豆 等等 我们所列出来 比如说Tomato 等等这里 都有 但是呢 它在天然界当中 这个含量基础微小 它是一个 nonamolar这个水平上 能起作用的植物极素 就是超微量的 那这个在生产生 在这个研究当中 我们是用人工合成的一个 类似物 大家可以看到 它由这个ABC这个环 也由这样一个 第四个D环组成的 这样一个基本结构相同的 但是它这个侧量不太一样的 这样一个人工合成 这一个呢 我们叫GR24 这样一个物质 化学物质 作为这个人工的这个 基础 那我们首先呢 这个研究的是一个例子 就是研究它的合成 这个合成呢 用的这个 特别提及 叫D27 是主要的研究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发现 这是一个标准物质 你看一看 在野生的水道 就是正常的水道 我们说野生 这个野生型的水道当中 这个D27 这个突变体的 跟它相比 正常的相比 它缺少这一个 这样一个 我们在水道当中 叫IP5DS 叫5DS 那没有这个物质 那这个功能 实际上是 其实重要的 因为是 在被认为 就是后来我们也发现 它实际上是 Striac Lactone 在水道当中 这个合成当中 从主要这个突变当中 分制出来的一个 第一个酶 是一个线素的酶 非常重要 那王远宏研究员 在这里面是 起了关键的作用 也做了这个 大量的工作 使这个工作 也成为 在研究水道的 这个 突变体的 一支合成当中的 一个 一个关键的 一个步骤 那我们实验室 也和 一次合作者 在一次合作 研究它的 其他的这个 合成步骤 包括我们和 这个国际上的一次 同时呢 我们也在研究 它的一个 线号转导的 这个机率 那最重要的 我们想一想 那肯定是第十四 那第十四呢 作为一个 Receptor 我们先和 这个 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它在结构上 实际上它是一个 形成一个 一个小口袋 这个口袋就正好 可以把我们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磁着 拉克通 这个 多大件内置 给装进去 那在早期和 这个 合作研究当中 我们发现 它是形成一个 共甲结合 就是ABC D这个环 一进来的时候 这个D环 这个地方 跟ABC这个环 是切开的 然后进到 这个口袋里面之后呢 我们当时认为 是形成一端 是形成一个 共甲结合 当然后来和 谢道信这个老师的 这个合作之后 才发现 它实际上是形成 这个 两端的形成 共甲结合 然后形成一个 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构像的变化 那最后呢 就产生了 像这个 SCF 这个整个 Complex 这种变化 变化之后 就能够把 这个信号 这个 多角性内置 这样一个 奇数的 这个信号 传下去 那实际上 就是说 就符合这样一个模式 这是一个 Strake-Lactone 就是一个周期素 独角性内置 它和受体 第十次结合以后 然后呢 和这个叫 SCF 这样一个 复合体 在这个形成 结合以后 然后就可以把 一个重要的 这样一个 范图化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结合到一个 我们再说 Target 实际上一个 Repressor 就是一个 移植这样一个蛋白 那让这个 移植蛋白呢 自俗叫移植蛋白 就是说 在这个信号 转道当中 要把信号 传递下去以后呢 就才能起作用 但是在周围 它是有一个 很好的这样一个机制 它有一个 移植蛋白 让这个信号 传不下去 那为了让这个 信号能够传下去以后 一定要让这一个 移植蛋白 被降解 那这个 移植蛋白是 提到一个 关键的信号 转导的 这样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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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 寻找这一个 移植蛋白 是什么 那我们试验室就在想 一定要想办法 去 找到这一个 那这是一个 未知的 那 那很多的 这个试验室 在这个领域的 是 都希望 是能找到 这样一个 一个 移植蛋白 那很幸运的是呢 我们实验室和前前等的合作 我们就找到这样一个突变体 这个突变体呢 最后验证之后 和一个最早期的日本科学家 这个菲尼的一个突变体 叫D53是等位基因 所以我们之后就用这样一个材料 所扣拢这个基因 那这个D53呢 最后把它扣拢出来 扣拢出来就发现 它实际上是有15个 这个合肝酸的这样一个缺失 然后呢 影响了前面的一个氨基酸 那实际上就少了5个氨基酸 还影响了一个氨基酸的改变 那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生物学的效应 就使它是一个 dominant 或者说是semi-dominant的这样一个effect 那意思就是说 正常的水稻和D53杂交的时候 它的第一代它实际上是一个矮感毒分裂的 这样一个形状 那我们把这个基因抗拢之后呢 就做了一系列的检测和分析鉴定 那比如说我们就看看它对GR24是不是有反应 因为理念上说如果是一个repressor的话 它应该在GR24使用的情况下会迅速地被降解 那我们就发现确实是这样 在这个GR24施加之后 这个D53你可以看到 就一个小时之内基本被降解 由于这是一个 刚才说的是一个获得性功能的 是一个dominant trait 所以在GR24施加的时候 它的蛋白是不应该被降低的 或者被降解的 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这边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 就发现这个降解是需要 就是能够被MG132被阻断的 你可以看到 是被阻断的 就是说这个UGZ加上之后 它就不能被降解 同时也进一步就证明 这个降解是通过这个范属化的修饰 而且它不是一个单个的 是multiple的这样一系列的范属化的修饰 让这个第53次降解 同时我们更进一步地证明 这是一个信号转导的 它应该在合成途径当中 是不受影响 就是说在合成突变体当中 如果你是使用GR24的话 它的D53是能够完全被降解 但是对于信号转导的一些突变体 比如说D3 就是SCF这样一个复合体当中 是信号转导 或者它的受体当中 特别你可以看到 它第53就不能被降解 那就是说这一个降解 它是需要信号转导的基因 涉及的这样一个基因在里面才能起作用 是依赖于它们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提出了一个 一个意思模式 当然还有其他的意思结果 就是提出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在Stragalactin含量比较高的 存在的情况下 它和猪这个受体 第14结合形成这样一个 一个巨大的一个负化体 把我们的第53的这样一个 抑制蛋白给泛数化 那随后就通过这个降解途径 把第53给降解了 降解之后 就这样的话 它整过之后就能够下游的基因 就能够被激活 那就能够发挥作用 那如果Stragalactin要减少到少量的情况下 但实际上它这样的话 就能够 这个抑制蛋白就不被降解 它和这个叫做辅助的抑制蛋白 TPL或者TPL等等结合起来 就能够非常有效地 把下游基因的这个信号给阻断 那就让它这个信号 Stragalactin这个信号就不能传递下去 趁而实现了对分支的整个的调控 那这样的话就从机理上讲 就解决了这样一个Stragalactin 它从合成到信号转达的 这样一个基本过程 当然我们很想知道 除此之外 它下游的这次基因是什么 那实际上在这方面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实际上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影响住心这个基因的可能 和它的意思跟分裂的控制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水稻的育种价 其实很早就提出了一个想法 就是如何能够产生一种 最理想的这种株形形态 能够产生最高的或者最好的产量 那应该有一次 就是这样一次标准 对吧 就像我们有的年轻的人 去找对象一样 一定要找到说 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是最理想的 最好的 比如说身高啊 或者是胖瘦啊 智商啊 或者是家庭情况等等 那水稻生产也一样 最好的 最理想的一个株形是什么 那就是说它的分支状态要 这个分件数目要适中 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少 太少了 这个碎子的数目就少 当然这个数目呢 可是通过这个插阳的密度来解决 但是呢 另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碎的大小很重要 要是大碎 那当然了 粒子也要相对的大 同时静感要特别强壮 它不能倒伏 这个主要龙走 特别是像水稻这样的 因为它在水田里面 那这个倒伏是一个 其次重要的一个状态 它是直接决定是不能稳差 如果这个要静感不强壮的话 那肯定就是不能抗倒伏 这个倒伏有比如说雨啊 风啊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非固量啊 等等都会造成这个大面积的倒伏 最后造成严重的这个产量的损失 同时还有很重要的根性要发达 等等 所以我们当时呢 摄取到这样一个特别力之后就发现 它的很多的形状啊 非常符合这样一个育种家们期盼的 所以我们呢 就把它命名为这个理想住行一号 那这样的话 把这个基因靠动之后就发现 它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结构鱼 一个结构鱼呢 叫SBP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DNA 结合这样一个结构鱼 另一个呢 是被MARCO-Ri156和529能够识别 然后去减切这样一个MRI的这样一个位点 那这个位点呢 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我们这个特别体呢 应该说 它也是一个dominant 或者是semi-dominant这样一个trade 是一个获得性的这个形状 那这个形状有什么好处呢 那这个理想住行的形状 它是一个显性的 那这个显性的话 它可以和其他的 不论是它做某本还是副本 你和另一个做杂交之后 它的后代依然有这样的形状 那在生产上是比较好用的 所以呢 这是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一个地方 把这个基因扛容之后 我们就发现 实际上这个基因 就是一个单个合肝酸的变化 从C到A的一个变化 然后导致了一个 一个氨基酸的这个改变 但是实际上更重要的 这个位点呢 正好是microRNA156识别的位点 这一个氨基酸的 这个合肝酸的变化 就使得这个microRNA156和52 就对它的这一段的 这个识别的效率大大降低 那这个减切的效率降低 那这样的话 它就产生了这个蛋白质 就最终是蛋白质这个含量增加 你可以看到出来 蛋白质含量是增加的 那因为它MRI含量是增加的 那这样的话 就产生了一个根样的方式 就是获得了功能的这样一个特别 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样一次研究 那这个基因呢 我们发现它对这个分裂多少来说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副调功能 你可以看看 因为我们把这个基因敲除了 变成是一个叫做失去功能的 叫Loss-off方向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是一个 从这儿去看 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 鱼麻特变或者等等之类的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实际功能的时候 它是分裂增多 这个诸高变癌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 在同样的位置 就是刚才说的 那样一个microRNA那个位置 进行一次改变 它会也产生一个 获得性功能的这个改变 那它呢就是分裂减少 诸高适当地增加 那同时呢 我们也进一步证明了 它不论是失去功能 或者获得功能的时候 它对这个Strake Lagatum呢 它都是不敏感的 那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从理念上去解释 因为从Loss-off方向性 那比较好解释 对吧 因为它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是Strake Lagatum这个信号砖导当中 涉及到它的话 它缺少了 那它当然就是insensitive的 非常高兴的是 在实验室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功能就发现 IPI-1和D-53实际上是可以互作的 这个互作我们用了 所有的五种实验室常用的方法 都证明它们是在 这个离体和周围体力 都是有互作关系存在 那我们同时呢 再进一步地去证明 IPI-1这个工作基因呢 它的工作状态是作为一个 转路的激活子在起作用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体系 是证明了它这个 是一个作为一个transclusion 这个activated的起作用 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就发现 D-53它在体力的时候 是能够医治了 这个IPI-1 因为它是一个转路的激活子 能够医治它的活性 使它对下游基因的这种 这个转路的激活作用 能够被医治下去 你看这个是D-53的表达量 在这样是没有的时候 100%是一个对照的GFP蛋白的时候 它这个下游的基因表达量是很强的 看这个颜色 如果有20%的D-53的量 在里面表达的时候 它就弱了 40%的时候就更弱 如果100%的D-53这个表达 就基本上看不出来这样 那就说明这个它 直接的作用 就是能够医治了 这个下游的基因的表达 而且呢 这个D-53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换一个角度看 那理想重新的IPI-1呢 这个它的这个 这个表达的积累 也可以是医治了 下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高分裂的 就是多分裂的这样一个表现 我们用了不同的这样一个 特别体这个形式 那都证明了 它具有这样一个作用 再进一步的 我们又发现 这个IPI-1呢 可以结合到 Promote D-53上面去 我们可以看看 这是换一个另一个角度说的 这个D-53 可以移植了 IPI-1的这个 这个计划功能 那反功能呢 它也可以结合到 D-53上面去 移植它的这样一个表达 那这样的话呢 这是通过 cheap sequence的结果 这个是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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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on 最后这个 自行电源这个 结合这个 这样一个实验 是看出来的这样 这样的话 你可自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D-53呢 这个 在这个 正案的这个蛋白 实验这个基因的话 如果在这个 G-24这个 处理之后呢 它的这样一个表达 是可以在 在这个 提高的 你可以看看 这个红的G-24 的这个 这个 施加处理 它的这个 转漏的 这个相对的水平 能够增加 60% 左右吧 非常 这个 还是非常显著的 同时呢 我们又进一步 去证明 这个IP-1的 这种累积呢 它可以是 医治了 这一种 D-53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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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的 这样一个 D-53的 这样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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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你可自 看出来 就是在 G-24这个 处理之后 啊 你用G-24 去处理的话 在耶税性当中 你看它一个 巨大的提高 但是在 不论是 Loss-Au方向性 或者G-Au方向性 当中 这种功能 它都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 一系列的结果呢 就确实是 导致这样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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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那就是说 D-53 可自是 医治了 这个IP-1的 这个 医治 这样一个 一个功能 那 最后 我们就可以 给出 这样一个 模型 那这个 模型 就可以 说出来 在 有 Strike-Lagotum 情况下 D-53 就是 第14 D-53 这次结合 它起的 这样一个 一个 能够 达到 这个 降解 那这样的话呢 那是 它这个 比如说 D-53 这个基因 就能够 去表达 和其他的 这个 这个 被医治的 这个基因 都能够 被解除之后 一直解除之后 都能够 达到这个 去表达 但是如果要在 没有这种情况下 这个情况下 它们可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就把它后面的 转路 比如说 IP-1后面 它应该 要调控的 这次基因的话 这样一个转路 或许 就被它 给移植出来 那就发挥不了 那这样的话 就造成 两种情况 一种 那就 就能够 调控这样一个 分裂数目的 多和少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出来 就是说 我们从分子 这个基因上证明了 理想主心 实际上 它起的作用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通过这个 是通过这个 Strike-Lagotum 这个植物技术 来实现的 那可紧想解一下 那在这个 水稻 这个分裂压 形成当中 它可紧通过 这样一个 这个 这个 调控的网络 有 Tiger-1 Mock-1 和 OSH-1 等等 和 Mock-3 这样一个 一个网络 对这个 分裂压的 这个形成 进行调控 那在这个 分裂压的 就进一步 生成当中 那通过 Strike-Lagotum 是作为一个 最主要的 这样一个技术 来 去影响的 所以它的 所谓 合成的技术 都起到影响作用 那另一个 它 更重要的是 在 信号砖导 它的过程当中 形成一个 比较复杂的 这个网络 因为我们知道 IPI-1 是一个 非常 神奇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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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影响了 各个 很多的 这个方面 那在其中一个方面 对分裂的多少 它是通过 这个Strike-Lagotum 这样一个关系 来实现 对分裂数目的 这样一个影响 当然它还有其他 比如说 这个 静感的 粗壮性 碎的大小 还有 等等之类的 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 还有对抗病的 这个影响等等 那 自通过这两个 就是分裂芽的产生 和分裂芽的生产 来共同影响 这个分裂的 这样一个形成 那这个 这个基因呢 IPI实际上 是生产上 也非常有用 它能够 有效地提高 这个 单株的 这个产量 那实际上也通过 这个 调控这个 种植的密度 也影响 整个总的这个产量 那进一步的 我们和上海 支撑组组合作 华业纽约 这个合作 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证明了 这个IPI 有一个非常强的 DOSage 实际上我们做 这个 GAL方式的时候 已经暗示了 它的表达量 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基因 让它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的 这个量的表达的时候 实际上它这个 分裂的多少 猪高 碎的大小 是有一个变化的 这个变化呢 通过大量的工作 我们用不同的 这样一个基因型 就是说 有的是 1D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 Micro-RNA156的 那个位点的 这个识别的位点 是叫1D 还有一个2D 就是用了另外一个 超级水稻当中的 涌油系列当中的 一个材料 那发现它是在 这个IPI-1的 无一片端的 promote方面 promote方面 有一个duplicate 让它这个表达量增高 这个增高呢 是比较恰当的 那这个是 能产生高的这个产量 那最后呢 就给出这样一个 比较高性的 这样一个 一个理念上的 这个预测和判断 那就是说 IPI-1的 这个在恰当的 时空上的 恰当的表达量 是达到最高的 力量 这个产量的 一定要注意 它的时空上的表达 因为我们发现 IPI-1 它在不同时空上 表达的时候 它产生的后果 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再 稍微说一下 这个IPI-1 我刚才说的 除了产量之外 它还有另外 正好的一个 最近和川龙的 这个陈玄伟实验室 在合作 和陈加入他们合作 就发现 他是做抗当分病的 就会发现 IPI-1的顾表达 因为我的研究生 把这个一部分工作 就带过去 在那边去做毕业之后 那就发现 在这个 就是这样一个 突变体的 这样一个背景当中 你可以看 它这个病斑的 这个大小 就大大增加 顾表达的当中 IPI-1 它就非常小 这个正常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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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日本琴的 这个 作为对照的 你可以看 这块 病斑这个 电量统子 也是这样 顾表达的 就特别小 那要是 是RNI造成的 这样一个 表达减少的话 它就是 就是 病斑就非常大的 菌株也是这样 那最后呢 我们就发现 它实际上 这IPI-1 这个蛋白 是非常重要 那它为什么 它量的上 并不是增加多少 但是它通过 这个黏酸化 来实现的 一旦这个 盗瘟菌 一感染的时候 它这个IPI-1 蛋白质呢 就被黏酸化了 黏酸化它就能够干涉 而且这个 这个黏酸化的 这个位置 它这样的 这个诱导 等等这里吧 跟黏酸化的 都是相当一致的 而且我们也进一步地 发现 它这个 能够产生 这样一个抗氧氧氧菌的时候 实际上 它这个IPI-1 在这个 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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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位点 这个 被黏酸化 这个位点的 这个黏酸化 就是在这个 over-spread上 它这个位点的 这个黏酸化 是其实重要的 能够产生 这样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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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你可以看看 是个特异性的 而且 只有在这个 S163 位置 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 activation的 这样一个 方法 它是可以的 但是在其他 换一个 比如说 就不行 所以在这个位置 被黏酸化 就是吃到一个 关键的 这样一个 作用 而且呢 我们后面 还进一步 就说明 它是 打开了 另一条 途径 那叫 Walky-45 的 那在这个 方面呢 是 我们就发现 实际上 这个IPI-1 它 前面讲的 它可以提高 产量 但是呢 同时呢 它也能够 抗氧氧币 抗氧氧币呢 就让这个 能稳产 这里面的激烈 也基本清楚了 那实际上 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图来 最后做一个 IPI-1的一个总结 那实际上 在这个 在这个 静感这个 基部的这样一个 主要的 表达的时候 它是影响 分裂的多少 就分支多少 如果要是 在这个 碎上的 这个 表达 这个是 影响不同的 这个 UP 就是 泛村化的 这个变化 那它呢 就是影响 碎的大小 它就让 这个碎的 变得更多 一个呢 是 在这儿 是降解 IPI-1 在这边呢 是IPI-1 这个 能够 稳定地 在那儿 那这样的话 它就是 让这个 分裂素 减少 但是如果在 叶子里面 高表达 道文菌 来 它才高表达 这个表达的时候呢 就产生 抗道文病 所以它在 不同的 时空上的表达 是极次重要 在这个时候 它就产生了 高抗道文菌的 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形状 道文菌 一没有了 48小时之后 不清然 它的时候 那这个 所激活的 这个Walky 45 就是Walky 45 这样一个 抗病的途径 就关备了 这个能量呢 就可以用于 生长发育 用于高产 如果来了之后 用一定的 这个能量 去抗病 那就是这样的话 它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模式 那下面用三分钟吧 讲一下后面的 这一部分 关于品质 和育种方面的 那在这个品质当中 我们再教会 试验官司 主要讲一点 斯大学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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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合成的 就是 因为水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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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中啊 这个水道 这个我们吃的大米啊 百分之九十都是 淀粉 所以淀粉量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研究工作 之初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在 在考虑 那可以通过一个 新的方法 现在叫做 GWals 当时呢 就是全静音组的 观念分析 或者这样 那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大家 再一次的这个思考的时候 就认为 那可能要 要一个 开创一个新的方法 那最后呢 我们一个 新的一个 当时刚刚来的一个研究生 就是 天智席研究员 才参加这个实验室的时候 我们想来做一个 挑战性的工作 那就是 因为当时我们实验室 不敢做这个工作 因为当时实验室 这个水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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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好吃不好吃 这个 这个品质的时候 实验室在国际上 做得特别多 那怎么样 这个 这个结论也特别复杂 那怎么样 能够把它搞清楚 究竟拿斯基因 是 影响 这个品质为主的 要把它搞清楚 那这样的话 我说 能不能做这个挑战工作 他非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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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勇敢地 就承担了这个课题 因为这涉及到可能避不了业的问题 因为万一要做不下去的话 是不是 那最后呢 就 就通过查文献 他说 在 在 动物上 已经开始在做了 比较成功 在植物上呢 可能有一粒 在做一个开花的 说 可能通过一定的关联的分析的方法 那我们说 既然 植物上有一粒 能做开花 那我们做这个品质 这个现状 也是可以的 那最后呢 就是做了 这样的话 我们和钱钱和顾老师等等之类的 也在海民研究员的一次帮助下 我们呢 就选了 70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水道的品种 大家看到 一部分是仙道 一部分是梗道 这用两个不同颜色来表示 因为大家知道 梗道吧 要觉得适应好吃一点 那这个决定它这个影响呢 原来应该是四个因素 支链电风和支链电风的这个含量 我们把它固结为一个支链电风的含量 就行了 那最后还有一个焦处度 还有一个弧化温度 然后每一个品种 都是进行去测定 测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对这个当时的电风合成呢 我们找到的所谓的东西 然后最后分析 有18个不同的基因 涉及到了 然后对这18个基因进行这个全分析 那要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还是非常困难的 要把promoter 然后变码系列 非变码系列 然后三亿片段 平均每一个基因呢 大概有十个左右的KB这样的长度 那时候测试还是很难的 用PCR好半天 扩增出来 然后再到外面测试 而且还非常贵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说实话 还是做别的项目 阶层的经费 来做这个探索的一开始 但不论怎么样 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地 支持他去做这个工作 他做了 因为有70个不同的这个品种 每一个上面都有20个基因 那最后不行 他还是非常有创造性 那最后就是说 70个不能都做 做14个核心的这个品种 对这核心的品种 在这个基因在全测试 其他就进行一部分的测试 去分析 然后找这个堵胎线等等 然后最后就提出这样一张图 这张图实际上就一看了之后 就非常明确了 这个质量电风和质量电风含量的这样一个 它的主效基因和重要的控制的相关基因 和呼化温度的这个主效基因 都是VAX基因 也影响了其他的这个基因在里面 那这是一个呼化温度 这是一个交出度的 这个呼化温度呢 你可以看到GT当中呢 它呢是一个次要基因的 这才是一个主效基因 放在核心中间的位置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样的话 其他意识基因呢在这儿 这还有其他的意识基因的影响 但总之 这个图出来之后 就把这个电风的实用性的 这样一个珍珠品质的 这个整个的分子往来 基本就搞清楚 那这样的育种价就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这儿可能没放 实际上就做了几十个不同的品种 对这次主要的基因的独特性都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就可以拿到育种上去 那到育种上就可以做这次工作 那在这儿我们查一个 我们一开始说了 这个产量与三阳酥很低的大小 其实我们和前天和一次合作的时候 我们对其中 当然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其他这个例子大小 这个也做了一次基因的可能 去了解它 那就是想从前天中上面去解决它 那这样的话 那不仅把产量品质都出去了 那下面呢我们要做 这个就是 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种基礼 那能不能用到生产上去 所以这是一个生产上 要走平等的一个路线图 我就不强词介绍了 那总之吧 我们有了这么多的重要的基因 和其他别的生产是可能的 也是一系列的关键基因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一次分析标记 然后是炸礁 因为我们的炸礁之前就知道这一次 所谓叫蛇字语统 就是根据我们在不同的地区 比如说是在川江中下游 还是在东北 还是在西南 在不同的地区的时候 它的自然的这个条件 那对于那次当地消费者的习惯 把这次重要的有效的之前 在这个做之前就搞清楚 然后我们就找受体供体 然后做很好的杂交 然后在实验室去晒字运行 然后再到地里去做来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 培育一系列的 比如和嘉兴论科院合作的 加油中科系列 在年续三年 我们在江苏树养 万摩田的实验这个面积上 都是农民自自种的 我们的产量平均都在840公斤左右 有的年头可能高一点 像比如说今年大概到900多公斤 特别好的地方能到超过1000公斤 同时呢 你比如看这块就在这块 我说的 这是连续几年都是这样好的 我们同时呢 也用特兰的思路 我们在东北 比如说这是在武厂那边做的 这是当地的一个品种 这是我们中科804 这就绝对看倒富的 因为今年正好不运气的时候 这个大风大雨的 那当地的品种 80%以上都倒富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品种就非常好 所以呢 它这个风产性 抗导性 因为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一次重要的基因 它的抗导都是关键 那这样的话 我要特别感谢 我们甚至所有走过来的 这一次 这个同事 学生 科研人员 以及毕业的这次人员 其中我在这个报告当中 也对于主要的一些人 也做了一次介绍 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人 在这里面都看到 比如说 刘贵复研究员 于宇宏或者其他像王斌啊 像等等一系列吧 在这里面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那过去的 毕业的 学生也做了很多贡献 我们合作的更多 从海明教授前前 或者是包括现在的 这个王老师 过去我们是实验室 一个实验室 现在也是我们的同事 也是一个正好的合作者 我们也感谢 从国家的科技部 国家的基金委 科学院和研究所 所给予的大的知识 也感谢 今天上午的报告的同事 谢谢大家 刚才江阳院士 从围绕我们国家水稻生产的 高产 文产 优质 三个重大的需求 通过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 我们办法重点关注了 株形的分子激励 系统地阐述了 IPA基因的 作用的分子激励 IPA基因的应用 我想对我们国家的水稻生产 已经展示了非常大的潜力 IPA1基因也是称为 这个叫新的绿色革命的基因 所以我想 这个嘉阳老师 系统地阐述了 从基础研究 到田间的应用 这些研究成果的应用 为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再次感谢 嘉阳院士报告 我们下面一位 这个报告的嘉宾是 韩冰院士 韩冰院士是我们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科学院的 副院长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 分子制服卓越中心的主任 那么 韩冰院士呢 长期以来在水稻基因组 精确测序 精准测序 水稻复杂性状的 全基因组 关联分析 以及栽培道的起源 以驯化方面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取得了多项 突破性的进展 那么韩老师呢 也是这个 我们许多杂志的 编辑编尾 那么自2011年起来 韩老师呢 有幸呢 作为我们国家 结束生命科学的 代表科学家 被聘为 这个英国著名的 我们知道 植物科学研究所 叫江英纳Center的 这个咨询委员会的顾问 同时呢 这个韩冰院士呢 现在任中国科学院 中国遗传学会 副理事长 也曾经获得多项奖项 包括上海科技进步 一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 杰出成就奖 求是科技成就奖 等重要的奖项 那么我想 我们热烈欢迎 韩院士给我们做报告 谢谢韩才的介绍 今天是非常荣幸 来参加这个报告会 我首先要由衷地祝贺 李嘉阳老师 袁隆平老师 张启发老师 获得今年的 这个未来科学 生命科学的大奖 他们的获奖呢 是我们植物科学界的骄傲 更是我们随道科学界的骄傲 我觉得他们的获奖 绝对当之无愧 他们过去这些年 在基础研究 在应用基础研究 或者在这个 应用那个技术上的 开发研究 对中国的植物科学 随道科学 包括对世界的植物科学 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刚才听了这个 嘉阳老师的报告 大家能感受到 他们的工作的系统性 和这个生物性 那么我今天来这个报告 我也 我以为只是在 咱们这个遗传所 这个小的一个报告厅 听说还有这个 网上的一些直播 我还是有点紧张 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小同行里面 很多东西好讲 这个也比较熟悉 所以我的PPT 做得非常简要 那么我们这个 中心做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 最早我回国的时候 就开始做这个基因组的测序 就刚才伟才介绍 做这个精确测序 后来呢 我们用了 主学的手段 来研究这些功能 做一些功能基础的研究 主要来解决 复杂性状的问题 那么我来之前 也做了一个 这样一个PPT 是这样介绍的 就是 我们归纳一下 我们最早做基因组测序 最后研究它的变异 包括群体基因组学的分析 就希望看到这个基因组的变异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参考序列以后 我们就可以对大量的 不同的品种进行测序 然后看这些序列 有没有一些变异 它也规律 跟这些表形的变异 关联起来 通常的 传统的遗传学家 都用这些突变体的办法 突为克隆的方法 当然现在有了主学的方法 更好地可以 从这个关联分析 也包括一些其他的连锁分析 来研究 当然我们用主学的办法 也可以研究水道的驯化 就是说水道的驯化 从一个野生道到栽培道 已经没办法 从化石证据 也可以是研究了一个办法 但是到底从生物学 也没有证据 就是到底这个水道 从哪一个类群里面起源的 于自然界的野生道也很多 它总有一个起源的点 或者一个点 或者两个点 或者多个点 所以这是研究起源 后来我们也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水道的 也对杂胶道进行了测序 我经常讲 我们以前研究杂胶道的方法 杂种优势的方法 就是所谓杂种优势 就是两个亲本杂胶以后 它的后代 比这个父母本 有更优良的表现 而且这个优良的表现 往往是可以量化的 主要是产量性状 或者总的生物量 或者抗击性上 那么我们的研究方法 就是用主学的办法 用大量的不同的杂胶组合 然后找它们共性的这些基因形 看有没有相关性 那最后我们也希望研究的结果呢 能够对这个基因组辅助设计一种有帮助 下面我介绍我和李老师合作的一些介绍 这是我回国以后 我们2002年发表的那些文章 大家看到李老师是重要的course 为什么重要 当时他是 他是咱们那个称租月是点名 就要参加咱们的水道 那个领导小组 工作小组 所以嘉然从那时候开始就对我做出了 对我的工作极大指导 后来你看到我们做这个 全金主关联分析 我很多文章我们在做之前 这个项目的经费的申请 到最后用这个重测学的方法 我都最早给李老师商量的 包括我们这个文章最后 投稿之前都是给李老师一起商量的 后面这个称我很多 我昨天来之前 我昨天在飞机上还在帮他见 我随便找几篇 我最近这些年的这些文章 都离不开跟李老师的合作 刚才李老师讲的工作都没有这些合作的东西 都是他自己的这个 那么呢 你看到 特别是我们这个 我们研究水道这个起源的时候 当时李老师给了我 对 他当时就说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工作 当时给予很大的一个鼓励 所以我们才去偷了这个耐券 当时还有很多文章了 你看后来我们做这个单背型 这样做很多工作 都是跟李老师一起合作 我就不依恋去了 好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当然确实得到李老师很多这个 我要特别讲的就是 李老师他自学的这个严谨 还有他对这种科学的追求 对我本人 对我的团队都影响非常大 所以也是这一年来我们做这个水道工作 非常享受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这个 我前面也讲到 我大概做了这六个方面的工作 我接下来呢就不分这个标题了 我介绍一下 这个水道染色体测序的时候 现在大家测序 送到公司去 序列给你组装 组装就分析了 我们那时候测序是没有公司的 所有的克隆都要自己鉴定出来 组装 拼装 但是那时候我们做的是非常开拓性的工作 大家看到一条染色体要把它做出来是非常难的 因为它有端力 有着色力 所以这些着色力的地方都重复去掉很大的地方 当然我们用过图为克隆的方法 用这个不是 克隆连克隆的方法 就是跟那个人类基因组测序一样 先把一个基因组变成大的这个 构建出这个克隆 然后构建出这个物理图 叫physical map 我们这样做一个好处 我们把着色力也测出来 着色力的地方 你看我们很幸运 鉴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back 180kb 它完全覆盖着色力的中心这个区域 你看这个着色力区域里面有 360多个小的片段 高度重复 你看这个数字看不错 实际上是他们的相似度都在90%以上 后来我们用我的一个学生叫张宇 他现在到NIH以后 他因为有了这方面研究经历 他后来发展非常好的 他去了美国两年 就发表了两篇Nature Science文章 当时他这个组装就用这个 用这个先生的以前没图谱的办法 把它拼出来 然后后来这个对研究 着色力的文 这大概植物里面 第一个克隆的着色力的 第一个把着色力序列测通了 当时我们让程中宽教授 今天不知道来了没有 当时我们这个染色体测完以后 到底染色体你是不是完全测完了 还有没有一些gap 好了我们就请程中宽用那个 packeting分析的办法 也有fiber分析的办法证明 那么我们都知道染色体有多少gap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文章发表的时候 Nature就评论 这第一个真的丈量的 染色体长度的一篇文章 所以当时我们缺的地方 是因为没有克隆了 所以没法测 因为PCR也拉不出这么长的东西 但现在这些gap已经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 这个工作奠定了我们中心的很多基础 但是前面我讲的那个文章 我特别列了几个第一作者的文章 第一作者 这个工作做金主测序的一个难处 就是他花的时间很长 很多发表文章周期很长 所以我经常讲 聪明的小孩都不愿意干 傻瓜的也干不了 后来呢 就是然后呢 我们就说以后多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吧 那么当时做金主的annotation的时候 这个转落本非常重要 没有转落本的信息 你一predict的那个ORF都是不对的 你看我们当时做了全程CDN 你看这个indicaCDN就我们做的 当时公共数据库的这些都是没有的 这些都是我们新的东西 还有一个 张启巴老师一直讲的那个GS3基因 其实当时也是很幸运 我们那个indica那个数据里面 就有这个全场 正好帮那个基因提供了一些支持 后来焦宇林 这个第一作者是焦宇林 你看我们当时我做了个Taline芯片 就是我当时想到我一条染色体 几万个萨布克伦都有 我帮他给那个萨布克伦PCR出来 做个Taline芯片 当时这个新旺正在做全程金属芯片 他就希望这个东西给他来做 就帮我当时把DNA给他 他拿到美国去 我们在国内也点了芯片 当时后来 因为我的学生那个签证去不了 大概晚了三年以后 这个焦宇林把它做出来了 所以当时这个文章你看 我们当时看到这个基因的表达 它其实给染色体这样的 这个分布也有点规律性 也就是苗期啊 成熟期啊 有些基因的成熟期 它都是由协同表达 可能有点相关性 这个对研究线的表观上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是我们两个做基础 做那个精确测序的一个基础工作 后面我讲到这个 做基因统typing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基因组分形 对克隆基因非常重要 这个突围克隆 所谓连锁分析 就是根据染色体 它们那个重组的时候 因为它每一次减染色分裂 只有一两次重组 所以你一旦有一个 只要染色体这个基因 给一个已知的mark 在一个染色体上 它就有连锁性 所以根据这个连锁规律 定位到基因 但是这个做法呢 就是如果有大量的 这个群体材料的时候 就这样的方法就不行了 那我们就开发一个方法 就用低风度测序的办法 把基因组的多态找出来 最后最大限度 找到这个重组的位点 大家知道染色体方 重组的地方 都是高度通源的地方 那周围是没有多态的 那么我们最大限度逼近这个多态的地方 这讲到两个清本的多态 一个是印第卡 一个是简胖内卡 那么这个地方 发生了转换的地方 这我那个学生叫 赵强 他主要的功劳 当然这个第一作者 这文章是黄学辉 这个write it 但是赵强 做了很大的作用 他当时你看这个 砸合的地方 它是一比一的 这是应该说到现在为止 所谓用测序的方法 做进入time 都是我们这个方法 学奠定的这个结果 后来我们用了这个方法 做这个GWAS分析 GWAS相对就容易了 我们收集足够多的 多态的这个随道材料 把它基因型 多态界定出来 snipper界定出来 就可以把单背形做出来 单背形做出来 就hypertype做出来以后 就可以找它的这个 根据这个连锁部平衡 来找到这个关联 这是这几个已知的基因 一次就找到了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工作呢 还有一个突破 当时我也是得到 李老师的支持 当时我们就想 把一个基因主车序 一个个体 至少要花一万块钱 因为当时我们计划 测十倍的车序 十到二十倍车序 才能达到一个精确的车序 那十到二十倍 我要测一千个个体 那当时我们算了 也几千万块钱呢 后来呢我们就 如果要测到二十倍 要达到上亿元人民币了 后来我们好弹 我用了一倍的测序的方法 你看到 发现 因为我们收集到的材料之间 有高度的保守 99%的基因主都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两两比较 有差异大一点 你要多了 这个原理就原理 你看 这个大写字母就代表 是你精确测序道的一个序列 在第一个个体里面 但是你这个 这个没空缺的 小的字母 没空缺的 可以填上 你看这个T 就根据跟这个T的关系 对吧 就把它填上来了 就通过填充的办法 当然这个填充 这个也是付出代价的 就是它会降低一点 这个准确度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准确度是降低到百分之零点几 是吧 还 仍然在百分之九 就有点似的 但是你看 确实的作用群 百分之六十六 降到百分之二了 那这个 这是一个 刚才那个前面的图 是Nature genetic 发表了一个comment 它归纳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 以前我也讲过 就是一旦技术方法上 有突破 你会给你研究 带来这个 很大的帮助 就中国人有个句话 叫 功于善其事 比善利其器 那么 那么我们这个方法 后来我们进一步讲呢 光拿到这些候选基因 一个区域 那个区域大概也在 一百五十二百开比 大概十几个基因 我们就能不能把 整合这个G1室的 这个结果 跟这个annotation的结果 跟这个突变体的信息 还有转路本的信息 包括一些 一些那些 一些遗传的群体 当然现在可以用 cursive的方法 来鉴定基因的功能 这条路我们也走通了 最后 我这个在讲讲 这个G1室的结果 当时这六个移植基因 也都定位在 一到三个基因范围 红色的 就刚才嘉阳提到 这个VAX的基因 我们定位到了 这个指示的这个位点 跟这个基因大概很接近了 当然这是连锁不平衡的 一个 打开了一个长度 又block了一个长度 所以这个范围内的 这个候选基因 那么 我们这个 我刚才整合 这个转路本的信息 这个信息这样 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例行相关的一个位点 这里有十一个候选的 这个ORF的地方 到底哪个基因 给这个例行关 我们用很简单的办法 去40个短力的 random的 40个长力的 RTPCI做 你看 在隧子表达 只有这个基因有差异 其他基因没有差异 这个两种颜色 代表两种hyperotype 就在这个区域 只有两种hyperotype 要么一个给长的一关 另外一个肯定给短的一关 那么这后来 我们有机拿到了以后 做了这个 这个VEST 看到蛋白表达量 明显地看到 这个长的蛋白表达量 因为这是一个转路因子 大家知道 这个SPL13的转路因子 这个转路因子 它的量多少 决定这个细胞的分裂多少 那么这两个 这些在液的根哪都没有 你看我们这个方法 没有做F2的这个群体 就把那个基因拿到 当然还幸运的是 我们到韩国那个突变体库的 就安正性的突变体库 找这个基因 突变体 因为它那个材料是东京 这个一个梗道 这个东京的材料就立得很小 所以它这个突变以后 它平时看不到它的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基因 可能会阴而立行 拿来精细地看 就看得差一点大 当然我们这两个 这个长力基因转化以后 它就能变得更长了 所以这是一个 找到基因的一个办法 但后来这个基因 还怎么调控下游细胞 股股股的都很清楚了 那我再讲讲这个驯化 这就普通野生草 就是个草 你看它 碎子也很小 它瀑布生长 但栽培到子里生长 碎子也很大 刚才江老师提到 很多这个分孽 也很紧凑 就是性状差别非常大的 但这都是很多个基因 发生变化 我们的祖先把它选下来的 但是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 我们知道 这个几大作物 小麦的起源 在中东两河流域 也就是土耳其 伊拉克的地方 这个非洲的高粱 这个玉米的在南美 水稻肯定在中国起源的 化石证据已经证明在 在那下长江下游 这个河姆渡的地方 就是浙江那些地方 有碳化的水稻 有七千年历史 但是实际上呢 并不知道 它是单起源 还是多起源 就有几个问题 就是到底有没有准确起源地 或者是有多个起源 也可能多个起源 到底是哪一类 因为这个乳泡管有很多种类群 好 我们当时想呢 我们要能够有足够多的野生道 栽培道收集在一起 帮它以比较 那结果自然就出来了 当然这个工作有挑战性的 就是你有没有能够收集到 足够多的这个乳泡管 后来我们就跟日本科学家合作 就日本有三代科学家 到现在四代科学家了 他们在全世界收集了 几千份这个野生道 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是 它在野生道收集了以后 它都在实验室的培养 栽培 有的收不到种子 有的呢 它只有DNA 但是它最原始地记录了 它原来的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性化 一定要跟这个地理学 生态学结合起来 好在日本科学家 它在老挝 缅甸 泰国 收集的水稻记录得非常清楚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现在 收集到的材料比较一下 当时我去日本 它只给我每份材料 给了五粒种子 那个种子很小很小的 而且我们知道 种子的休眠性很强 后来好在它这五粒种子 我们拿到海南去种 按照它的方法 它要破休眠 花很长时间 百分之百都长出来了 后来我这些材料 所以非常感谢日本科学家 他这个积累的工作 当然我们中国水稻上的 卫星华也给我了大量的水稻 所以一开始 我刚开始工作在Nature发表以后 到国外做报告的时候 我们说水稻起源中国 他说你这个取向中国的野生道 所以起源中国 他根本不知道 我的水稻 我们根本不知道它起源在哪个地方 以前是不知道的 后来因为有这个 就是一个构建的完整的水稻 你看 我后面还有详细图 这个解释 那个野生道 我们测序发现有三种类型 其中中国的水稻 你看这个部分世界地图 中国的水稻 就是第三种类型的一个雅类型 我本来叫做A Rupogon 这个第三种类型 因为我为什么用一二三呢 因为这个Rupogon 大家有命名 有一个叫Nivara 有一个叫Rupogon 就一年生多年生 实际上我们从日本拿着水稻来的时候 我跟Nori Krata商量的时候 我们不用那些名字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哪些是一年生多年生的 因为日本科学家也没有精确地分析过 实际上是有交叉的 这个一年生多年生可能就是一个性状 大多数的Nivara就属于Rupogon 也一定道理 但是这个里面也不排除有一年生的 但是中国的水稻非常有意思 这个数据非常好玩 包括海南这样的 中国只有这种类型 那印度它的这个Rupogon 3呢 其实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的 小孩子这个基金组上还能看出来 它属于另外一个亚类 但是呢 这个二型呢 可能就在两种都很合适 所以这个数据对我们后来 当然接下来这个Select Sweep 这个方法分析是这样 你把野生道给栽培道的 这个异酸多元性去比较 把栽培道做个群体 这个Pi这个野生道的这个多元性 给这个栽培道多元性比较 那么显然如果这个基因被循环了 被固定下来了 在栽培道的多元性就小 所以这个笔值呢就会高 高的就出现一个尖峰出来了 所以这些地方就跟循环也相关了 非常有意思 当时克隆的洛莉基因啊 瀑布生长之类的 壳塞的基因 都在这个 都在我们的区域里面 后来我们做的这个壳塞 盲藏基因 都在这个55个区域里面 我相信 越来越多的基因被可能做了 我们最近 当时这个文章发表的时候 有个review要求 你这些未来到底有没有 跟一些形状相关联 我们有个替换系 就王子玄老师做了一个衍生道 在替换系 这个替换已经证明了 这些地方确实有关系的 这个人的片段给力宽 给柱头外露 柱头外露到现在还不知道 还有这个地形 那有了这个数据 我们就可以做两个比较 因为全金组的比较就发现 这个内圈就是栽培的 就印第卡跟简胖内卡 印第卡跟乳泡钢1聚在一起 那个简胖内跟乳泡钢3 像是双起源的 但你要看这帮这个 循环汇点的序列 包括胖林拿在一起聚了 它单起源的了 是吧 它单起源就有一个问题 你看它印第卡 简胖聚在一起 它聚在一起 所以你到底是 印第卡往简胖内应该传 还是不知道 但是我刚刚讲的 循环汇点的康林序列 就可以指示出来 它往哪地方传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工作 我们也当是科隆的 黑科这个基因 盲藏基因 这些基因 因为很多研究生都喜欢做这个工作 前面的测序都是工作人员做的 他们在发表文章 但是这个黑科这个基因 一直最近我前几天在北京 那个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上 我请他做那个 这个炸草道的 他也是相信 这个黑科基因是强烈驯化的 他一直用这个基因做指示 来显示那个炸草道的 这是根据染色体替换来做的 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就是 盲衍生到底它很重要 它放着鸟的做实验 种族传播 但是我们人类驯化的随道以后 不要这个盲了 盲还是费劲的 但是这个盲缺失以后 它控制细胞分裂的 它是在弗间的地方特意表达 所以有这个盲以后 种子变长一点 但是没有盲了以后 种子变短了一点点 但是它税率所增加了 所以这个我们有个单片的替换信 转机也可以证明 所以我认为这个盲去掉以后 它无意中 每一代如果都增加了百分之十 到百分之二十的种子 那逐渐逐渐这个盲就被淘汰掉了 这也是区化的 Pronselle文章的proposy 这是一个hyposit 我在讲这个区化怎么知道 印第卡 解剖那个先起源 你看 中国的广西 你看见没有 在野生道 这个三角就代表了 是一个黑壳 其实我在文章 在Pronsephysiology文章 我写的不是Yellow 是叫稻草舍 就是这个盐 我们讲的黄壳 其实就是稻草颜色 这就是我讲的 因为水到不落地了 到秋天落地的时候 它的种子 一定要跟它的这个 静感颜色一样 不一样就有鸟子 就把你吃掉了 它永远被Tugget掉 好了 当然 这个东西能不能证明 不知道了 但是你看到很有意思 黑壳的这个背景 这个基因就突变了 被选择后来到栽培道 硬帝和解脖都固定了 所以它的庞灵序列 都显示出来 我们广西的这个类群的 野生道的背景 其他也都是如泡港 像在东湘野生道啊 这个泰国野生道 湖南野生道 周围都不一样的 那五十五个卫点 坐下来的 刚才据一类就这样据出来的 你能看到 所以 这就是我们认为 最早的这些驯化卫点 包括瀑布生长到瀉地生长 都是在这样一个遗传背景下 可以选择下来的 最后几千年以后 慢慢地逐渐传到其他 另外一类的野生道的背景下 给当地杂交产生了解脖 因地卡 所以昌华短说就是 这个驯化的起源就是 如泡港鲜驯化出来的 解脖内卡 这在中国 以后呢 这个Modern的解脖内卡 这个群体非常小 所以解脖内卡的东西很小 以后这些 有了这样一个呢 直立生长 所以有大的材料 有不落地了 传到东南亚的地方 所以中国以前没有印第卡 印第卡是个进口种 所以有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有强烈的人 也不要太得意了 因为我们这吃了大量的稻子 还是进口来的 是吧 所以这叫我们叫 单起源两次驯化 所以我今年在日本开会的时候 又讲了一遍 我发现最近发表了很多篇文章 只有一篇文章 是重量级的文章 才证明 它也证明 水稻的这个驯化形状 只发生过一次 Denovo的这个一次 在解放那边选择出来 而且发生过大量的遗传漂移 到印第卡背景的 所以只要做驯化 稍稍懂这方面 了解他们背景 都知道 我们这个发现 是没有人能够更改掉的 因为它是个事实 它又不是一个假设 就大量的数据来的 就单起源两次驯化 到现在为止 你看到的 印第卡解放 有很多的交换 那都是一千代以上 改良发生的变化 那都没有在大量的群体固定下来 只有这个SD1 也最近几十年 大量的群体固定 你看到品质的形状 可能印第卡解放 有的有的有的没有 但我讲的驯化形状 都是所有栽培道 都是fixed的 它的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这个take home message 就是单起源两次驯化 大家应该记住 后来我们有了这个 野生道 我们所谓的潘金融 以前我都单 我那个低风度的车序 以前在Delta Love就问我 他说你这个很powerful 就做hyplotype 但是必定每个genical variation 还是不知道 我说想知道也很容易 没必要把几千个都车去了 你就把选几十个上百个就够了 足够了 你把每个类群都车出来 把它进行建立了 我用了一个词叫 extended of the genome vibration 这个文章呢 我们做了这个 你看这个工作 达到我们的预期了 你看 随着如果六大类 这个六大类呢 你看只有 解放的一个解放的最保守 这是热图 你看出来 这个Rupont 它的基因保守非常小的 因为它专性很大 接下来就是这个Indica 那最主要的我们看到 你看 如果用这个 Persence and Episcence 你看看到这个 Variance的差别 你看到 这个保守的地方 跟这个差异的地方 还是很大的 这几大类群有保守的基因组 但是也有差异的基因组 这些对我们研究这个 遗传多类群非常重要 你看这个 这个耐水烟这个基因 它在这个 Indica 有Jepontica 就没有这个基因性 Jepontica 没有这个基因 Tempery的Jepontica 没有基因性 还有的这个等位变异 你看有的基因 虽然在各个类群都有 但是有这八种等位变异 它决定了品质的差异 所以这些基因 挖击不尽 取之不尽的这个质源 将来做的育种 这个工作呢 今年在简单这个发表了 这个我们那个黄学会 还有赵强一些团队 还有峰期的测序 组装分析 做了非常漂亮的工作 应该说这个工作 很多人都在做了 有的都几千个基因组在做了 但是你们去看一看 你测到二十倍的风度 做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工作有巨大的价值 就是做水稻的人 可以好好挖掘挖掘这个数据 那么 哪种优势 这是启发做了一个工作 比如说真397 跟这个尼邦白尔的日本型杂交 你看紫一代 当然你看这个紫一代 也非常有意思 其实这个成熟器也不完全一样的 其实你看到的紫一代呢 我们看到水稻的扎种优势潜力 就是F1代比副本 超了百分十到二十的这个优势 就是可量化的这个产量优势 我们当时就想到 用个大样本的数据 我刚才以前我讲到的 你看腰明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扎种优势 但你把他爸妈妈的筋形测出来 把腰明的筋形测出来 你更不知道身高的原因是什么原因 你要有一千多个腰明的家庭 类似家庭 遗传背景不同 那就好解析了 就这个原理 然后大样本做这个符合区域关联法 然后对杂种又是效应的 做分析 存核 杂核 两种存核的进行做分析 都是F1的背景下来分析 好 你看我们就测出来 这些杂交道测出来 你看红的 蓝的代表存核 黄的杂核 就每个F1的杂交种 并不都是这个存核的基金 都不会被杂核进行 你看李老师做的这个IPA这个基金 在很多杂交道里面 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杂交道 用到这个基金的 都是存核的 因为服务们都是一个基金型 就它那个 不是它那个突变的那个基金型 所以也没有杂种优势 你看很多基金型都没有杂种优势 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分析就是这样 分析这种存核 杂核 存核的遗传效应 对产量的贡献 就能够做出了杂种优势 当时我们定位了130个位点 130位点发现 它们跟那个产量的关联性 你看 只要把这些基金 集合在它的 所有的统计在一起 包括存核那个金型 显性存核的金型放在一起 关联性移植 你看杂核度 倒是关联性低一点了 全进入杂核度 就几乎就没什么关联性 所以证明呢 杂种优势 不是说非要 Hetrozygos的这样一个金型 所以当时这个文章呢 它非要让我们做这个 父母本的一个序列 我们当时没有父母本 后来文章就在 Nature Communication发表了 后来他们 我们当时就构建了40个 F2的群体 我们F2 首先大量的就 考虑F2的 因为F2能看出来 这个1比2比1的很好的分离比 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把那个大F1 当成F2来看待 每个金型 并不是这样理想的金型 所以有的review 它是老挑战的一个问题 但后来我们做大量 每个F2都测完序列 每个F2都去测个表现 也有国内的专家 在会上讲 说韩边就是F2做了一次 它说几根不准 那F2我只能做一次 F2因为我是个体多 我也不需要做很多次 这个工作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杨世华那个团队 他还有我们手下 也去了个学生 做得非常漂亮 这个我们考察了几十个形状 最后你看 这个这是一个 这一个群体里面的 这一个个体的这个基金 最后叠在一起 就能做这个BMAP 就能够把那个基因的位点 做得很小 最终你想要 我们有17套材料 总共是1072个F2 最后你看 抽水器 珠膏 分解素 碎粒素 最后你看到单株产量素 在这个正一负一之间 这个Dominance效应呢 都代表 就是Dominance 或者叫Incomplete Dominance 部分显性 这个之外呢 超显性 这个超显性的数据 位点很少 还有负超显性 是吧 它们几乎是抵消的 应该说显性其主要作用 而且这些位点的 大部分 90%来自于这个副本 只有10%来自于母本 10%来自母本的进行呢 就很了不起 因为我们讲帐种优势 都跟那个优良的副本比较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们给黄学会出去报告都讲 这个副本 贡献了这10%的这个帐种优势 就这概念 因为F1的这个贡献里面 你看这个材料 这是一个一个杂交道 你看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是超显性效应的这个位点 其他的都是这个显性 只有这个基因呢 这来自于母本 如果我们把那波浴系的母本 进行导到这个 这个副本里面来 变成一个inboarding line 它就达到一个杂种 又是效果了 所以这个故事 就有意思 后来 后来我们也总结了 我们做了一千 将近一千五百个这个杂交道 你看出来 这是三系法 这个分界角度 TAC1 跟Hannity的这个基因 这个大家在AD3A这个基因 非常重要的是吧 还有这个量系法里面 基因多一点 但是我用这几个字 都是代表是已知基因 其他的基因 都是我们鉴定的 都还未知的基因 都是我们鉴定的位点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基因 是在一个很小的位点 我们命名了 给灌浆呀 跟这些有关的 你看 这三套种群里面 有的是 这几个基因决定了 水利术 朱高 最后综合的影响了 它产量的这个形状 所以杂种优势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最后这个人家评价说 我们这个工作呢 就是指示了未来的 作物改良的战略 就是我刚刚讲的 既然杂种优势是一个 Dominant效应 或者Parsure Dominant效应 就可以将来培育出了一个常规道 那么我们就试验了 看能不能做出东西来 我把这些基因 好的基因聚在一起 这些都是已知基因 这圈里面有名字的 这已知基因 这是未知基因 把它聚在一起 从仙梗道里面聚在一起 我们叫个YY这个系列 你看这些已知的基因 也有些未知的基因 聚在一起 你看它这个米 主要是品质要特别好 而且还有这个抗冰性 柱性 最后我们拿来做出了一个系列 有的就看时刻 给什么人要杂交 我们也要了很多这个不育器 不育器杂交以后 结果效果都挺好 至少配合力都挺好 不一定是生产上 都能用的这个材料 但是有很多形状 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些目的 其中有一个材料 是育种家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圈银公司有个圈梗耶 这个不育器啊 这种非常好 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副本 我们坐下来 你看猪高降低了 这周围都是一些永优 都是一些非常高产杂交道 品质也非常好 材料也很大 最后 最后你看 这个就是像李老师这样 那个理想猪行 这个也抗导服 所以今年这个材料呢 我们将来给圈银一起往下做 因为下面我要 就感谢我的这个团队 我这个要特别 霍玄辉做这个数据分析 发挥了一个主要作用 现在他已经是 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个 副院长系主任了 他工作做得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 摘培还有这个测序 要特别感谢我们合作者 这个预算所的几位老师 还有我们嘉阳老师 来包括启发 还有感谢这个科学院的这个 好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专门的交流的环节 所以就不提问了 刚才这个韩院士 从这个金主学的角度 阐明了我们这个水稻的 驯化的一些规律 特别是从我们嘉阳院士 是从基因到这个品种的改良 我们韩院士是从整个 基因组的角度去改良这个水稻 认识水稻的进化的规律 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那么其实大家不知道 在2002年之前 世界水稻的领军的团队国家 都是在日本 那么日本对水稻非常重视 那么专门成立一个研究所来 做水稻基因的测序 那自从我们韩院士 2002年 韩院士为代表了中国科学家 发表了这个水稻基因组的工作 这个研究所就关闭了 所以以前我们讲这个 我们看的这个名字 命名都是Indica Japonica 什么意思啊 这都是日本人命名的 所以我们韩老师的工作 证明这其实应该叫Sinica 对吧 所以我想再次感谢韩老师的工作 我们第三位报告嘉宾是田子喜研究员 那么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 一串与法医生物研究所 现在是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 那么在我们这个所毕业的 也是我们家庭团队的这个得力干将 那么田老师是2010年到2011年 在普渡大学这个进修 做这个Research Geneticist 2012年呢 如选科学院的本计划 那么2015年呢 合得国家结束青年科学基金 它主要是研究功能基因组 以及利用群体遗传学解析 影响大豆产量品质等 重要容易形状的遗传调控网络 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也是我们国家这个大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星 这个最近有很好的工作 他也2016年呢 获得了第14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2017年获得中国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而且也是我们国家 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的领军人才如先者 那么有请田老师 大家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各位老师啊 首先啊 非常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 能够在这个未来科学大脚的这么一个时刻 来见证这么一个历史时刻 当然了 我自己本次啊 也非常非常的荣幸 能够参加到这个佛中里面来 第一呢 我首先要 好 已经开始了 好 我首先要非常非常地这个 这个 由补中呢 就和一个李老师 原先生和张老师呢 他们能够获得这个 我们可以说最高的这个 未来科学大脚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奖项 我不知道他为他老想 好 好 好 谢谢啊 行 好来 谢谢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也得非常感谢李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 刚才李老师说了 我到那个李老师实验室的时候 当时是把攒出来的钱 让我去做这个实验 大伙儿都不知道 当时花了多少钱 我可以透露一下 当时不夸张地讲 最少花了大概有六十万 当时是03年到07年 大概可以想一想一想 因为当时一个测血反应 我记得很清楚 是八十块钱 就是五百BP 因为咱们测PCR的时候 还得要达一百BP 所以就是四百BP是八十块钱 所以一共花了将近六十万 所以呢 也是感谢李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能够继续呢 进行科研 然后呢 今天能够讲一讲 我们大豆的一些工作 今天讲的那些 这个好像有点那些 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科学大奖的 这个时刻呢 我讲一个 可能给这个有点 有点 有点 不搭边的 就大豆的千世今生的 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好像有点变 颜色有点变 那我们如果要是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是大豆 如果我想大家都会想到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种子是这样的 黄黄的圆圆的这么一个种子 当然了 也有些老师和同学会讲 我们喝酒的时候吃的毛 都算不算大豆 当然也算大豆 是吧 然后呢也有些老师呢 可能是找到 或者同学呢 走到那个田间 看到那个 长在地里边 长满家的那个 是不是大豆呢 也是大豆 当然我想和我们生活最紧密的 就是这个豆油啊 豆腐 当然也有和我们这个 做了大量广告的这个 豆门豆哈 所以这些都是大豆 那如果我要问各位老师和同学 这个豆子是怎么来的呢 我想也有些老师可能知道 也有些老师不知道 其实呢 它是一个象形字 大伙都知道是吧 既然提到这个象形字 那这个豆子好像给这个 古代这个豆也长得不像啊 那是不是古代豆子就长得 是这样子呢 其实不然啊 它长得呢 其实最早呢 是代表这么一个器皿 这个铜的器皿 那如果这个豆子 代表这个铜的器皿 那原来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豆子 就用什么字来代替呢 其实是另外一个字 就是这个梳子 它也是个象形字 也是由古代这个梳 慢慢演化到这个现代的梳子 那它怎么演化来的呢 可以看到啊 最早是一个最简的 那么一个梳子 来代替这个大豆的蜘蛛 后来呢 去特别举它一下呢 用个草本的一个草字头 后来呢 还觉得不够明确 需要一个手去抓它 因为要去踩这个大豆嘛 加了一个手子 然后就成了这个梳子了 慢慢演化为现在简的 那么一个梳子 那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们现在 用这个豆来代替这个梳呢 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其实呢 这个豆啊 主要是来盛放这个梳的 所以呢 在战国策的时候 第一次就用这个豆 来代替这个梳 所以就延续至今了 那如果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走到天间的时候 现在看到的大豆是什么样子呢 亭亭玉立的 然后种子是圆圆的 如果啊 如果我说的 你有能力 或者是你有幸运的话 发生穿越了 回到了五千年之前 是吧 这时候你看到 大豆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也许你不认识它了 它是长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 它的蜘蛛啊 都是扑伏的 然后呢 是爬在这个地上的 如果你不立一个猪肝 或者什么的这种 它是站不起来的 因为它的种子呢 都是这种小小的黑黑的 也就是在五千年之前呢 在这个野生的 这种大豆的基础上 通过驯化 到了这个栽培的大豆 那是不是一下子 就给驯化成 现在的栽培大豆呢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 是吧 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漫长历史过程中 形成了这个 形形色色的大豆 有些种子也是形形色色的 那从这个呢 就叫农家种 从农家种 到这个栽培大豆 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其实也只有很短的时间 也有一百多年 这时候 这个过程呢 叫改良 所以可以看到 真正大豆的千世今生 也就是从野生的到驯化 后来呢 改良到现在的了 那 除了这个驯化和改良呢 其实大豆不这么简单 还漂洋过海啊 可以看到 我们都知道 大豆呢 大豆呢 在五千年左右 是在咱们中国被驯化的 在驯化之后呢 在两千年左右 它就东渡到了日本和韩国 然后呢 也在两千年左右 又下南洋到了这个东南亚 然后在这个十八世纪呢 然后就漂洋过海 就到了欧洲和北美 然后呢 在二十世纪呢 又漂洋过海到了南美 也最近呢 这些呢 有从北美啊 或者咱们中国 逐步它有向这个非洲 去这种发展的趋势 我想将来 可能或未来的情况下 可能非洲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也是一个种植基地啊 那现在感兴趣的就来了 人们都喜欢考古 那是大豆 可以看到 从这个驯化啊 到改良过程中 或者漂洋过海的过程中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那到底是什么 使它这个发生变化呢 我们能不能像考古一样 能够探索它期间的秘密呢 这几年前 我们科技图做了一个工作 试图来解开这个谜图 然后我们就选了好多这种野生大豆 和一些农家种和栽培大豆 当然就 刚才韩尔士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用一些基因组的这种方法 去重测序它 去探索一下 这时候就得到了很多这个 SNP或INDAO这种多态性 通过多态性的呢 就可以分析一些简单的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 比如说群体结构 或遗传多态性 可以看到群体结构 野生大豆呢 都聚在这么一个group里 然后呢 大部分的农家种呢 聚在一个group里 大部分的栽培大豆 聚在一个group里 这就说明了 大豆呢 可能是一个 也是个单次 单次起源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个训化和改良过程中呢 你就会发现 遗传多态性都越来越低了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咱们栽培大豆呢 长得相对而言呢 比较一致一样 是吧 那我们知道整体上 从训化到改良上 有个遗传多样性的变化 那具体到一个基因组的一个区间 到底是哪发生了变化呢 这也是可以用一些方法 就是刚才韩老师说的 就像是用那个 比如说XPCR这么一种方法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豆基因组上 20条染色体上不同的区间 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比如说野生大豆和这个农家种区比的时候 一共就得到了这个121个这么一个变化 非常明显的区间 好 当然在这个改良区间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找到了109个这么个区间 那这些区间到底和刚才说那个 性状之间的变化有什么之间的联系呢 这其实是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是吧 我们只知道了这种变化 那去继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做另外一件事 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这个循环和改良过程中这些 性状的变化呢 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方法 能够定位到这些区间 比如说这个区间来控制了花色 当然其他性状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区间 好 我们就知道基因组上某个区间 来控制这个训化改良那个性状 那好吧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刚才这个训化改良那个 这个性状 它的所对应的区间呢 和刚才这个选择的区间 去做一个整合 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区间 它为什么被选择呢 它原来对应了油含量的变化 然后这个呢 是对应的种子大小的变化 这样呢 好像你就 整个对这个整个训化改良 这么多这个区间 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视 这样的话好像你也挺完美的 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 还有很多遗憾 遗憾在哪呢 你会发现 有这么多 非常高的这些 训化选择的区间 你是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也可能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你不知道 但是我们当然也很感兴趣了 所以教实验室 一些学生和老师呢 就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去做这件事 但是呢 几年下来 学生呢都说 泪成了狗一样 但是一无所获 但是呢 科研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有时候你泪成了狗 也许你一无所获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不经意间又会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今天我就下边讲一个不经意间的故事 这说我们都知道 大多的种皮 你可以看到丰富多彩 也是非常漂亮的 当然 这种丰富多彩底下 一定是有它遗传的基础的 也就是不同基因来控制它 那其中一个基因呢 就是一个大G基因 它专门控制这个种皮的这个颜色 是绿色的 当然了 就找一个学生 后边回答 王敏同学 然后就想做这个基因 当然开始它是不愿意的 为什么呢 这个性状和农艺性状 给国家需求 也是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联系 所以它也是想着为国家做贡献嘛 所以但是呢 当时材料实在是没有 也只能是有这么点基础 材料基础 只能去做这个吧 它就硬着头皮去做 当然很简单的就是 开始就用我们全基因主关联的分析方法 得到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点 这个点呢 就落在了一个一号染色体的一个基因上 这个A到G的一个突变呢 就使这个剪切的模式发生了改变 也就是说 这个基因貌似就是控制这个大G的基因了 那是不是呢 就做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互补实验 就是说 把这个绿色种皮的基因组呢 DNA转到了这个黄色种皮的这个材料里边 可以看到 它所有的转基因后代都是绿种皮的 所以呢 这个基因确实是控制这个种皮绿色的 是吧 那这个故事可能就这么延续下去 如果的话 就这个基因和什么什么什么互作 或者什么怎么着 一个机制来控制种皮 但是呢 这个故事就从这儿峰回路转了 也就发生了转折 这个转折为什么呢 就有一天 那个王敏呢就到我办公室说 天安时我发现有一个意思的事 什么有意思的事呢 他说咱们从色序里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基因型 这个大G的基因型 就是控制种皮绿色的基因型 在野生到Landres到Cartefa这个过程中 逐渐是减少的呀 这就暗示着这个基因可能是被选择了 是吧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呢 我们因为以前有这个分析结果 一看来确实被选择了 这时候我们就非常兴奋了 为啥呢 因为选择基因大伙都喜欢呀 是吧 那好我们赶紧去回去看看它的表情 这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这种疑惑 为什么呢 第一的疑惑是说 你可以看到野生大豆呢 它都是黑色种皮 也就是说在这个绿色在黑色下是看不到的 如果人们只是为了选择这个绿色的情况下 这个呢好像有点说不通 因为黑色和绿色吧 已经知道这个位点 其实在这个遗传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第二个疑惑就是说 所以这个绿色貌似对这个野生大豆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野生大豆呢 它继续看不到它也要保留这个绿色是吧 然后呢这个绿色呢对这个栽培好像又不太 至少我们人是不太喜欢的 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把它选掉呢 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和这个种子 比较有关的一个驯化形状 就是种子休眠 我们都知道啊 在野生的这种状态下 植物的种子都具有一定的休眠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保证它们这个不同的种子 在这个野生的状态下 萌发是不一致的 萌发不一致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因为一旦有一个天灾来的时候 不会让所有的蜘蛛都死掉 这样呢至少能保证一部分的蜘蛛 能够存活下来 保证这物种的繁衍 但是对于我们栽培而言 那就不行了 如果种子萌发的不一致 我们惯例起来非常不方便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栽培的过程中 需要这种种子萌发一致 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大气基因 是不是控制这个种子的休眠呢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转基因呢 和这个心本就做对照一看啊 确实和种子休眠是有关的 它加强了种子这个休眠性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种子休眠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叫驯化综合征 什么叫驯化综合征呢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作物在这个驯化过程中 虽然这个形态啊各种 它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些这种性状呢 其实在不同作物的驯化中 都发生了一样的变化 比如说落力性啊 或种子休眠减弱啊 其他等等 所以呢种子休眠是一个驯化综合征 那我们感兴趣点就再来了 就是说它会不会也 这个大气基因也影响 其他作物这个驯化中的这个种子休眠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不同的物种中找找这个大气基因 它的这个同源基因 发现它确实很保守 在不同的这个植物中啊都有 那我就首先看一看水稻 因为水稻这个驯化 它整个的这个基础非常非常好 我们就发 当然我们不去具体讲这些细节了 我们就发现那个大气呢 在水稻这个驯化中呢 确实受到了选择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最简单的一个图 也就是说 在野生的水稻里边 它都是这个G的基因性 而在这个尖道和梗道里面 大部分是这个T的这种基因性 这就暗示着它确实在这个 水稻的驯化中受到选择 那它和休眠是不是有关系呢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野生的水稻的这个基因组DNA 转到了栽培水稻里边 一个是核胶19 一个是中华11 这样的话呢 可以看到转基因后代里边 休眠性确实加强了 这样也就是说 这个基因在水稻里边也受到了选择 也和休眠有关 当然了 同样我们在这个番茄里边 它的受选择情况也去分析了一下 确实发现它这个呢 也是在逐步受到了这种选择和选择 那 当然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 其他的这个分子的实验 就给了一个可能的作用模型 发现这个基因呢 参与到ABA的整个合成的这个途径里边 然后来从而影响这个休眠 这时候呢 我们这同学就非常非常happy了是吧 工作也告一段了 这是一个故事 然后当然了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用我们的分子手段来检测这个 它前世的故事是吧 也就是说它怎么驯化的故事 其实呢 还可以用分子手段来讲一讲 它如何漂洋过海的故事 也就是说 如果是普通的大豆呢 从这个北美到了南美 因为这是赤道附近 或者说低纬度附近 它的整个植株是非常非常矮的 基本上是没有产量的 那为什么现在巴西 智利 阿根廷 人家的产量有这么高呢 这是因为有一个基因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这个基因 因为我这个英语不咋地 因为发言不准 这个G和G一直不准 但是我有一个方法 你很容易记住它 因为我英文不好 但中文汉语评还可以 那个大G我们可以是哥 是吧 哥哥的哥 这个呢是姐姐的姐 这样一个哥哥一个姐 你很容易记得住是吧 所以这样 如果这姐姐基因发生突变之后 你会发现啊 它就会长得比较高了 是吧 这时候就产量比较大了 这时候呢 我们的孔帆江老师 这个东北地理所呢 他就把这个基因克隆了 当然也做了一些很细致的这种功能验证 我就不去讲它了 但是呢 我就讲一讲它是怎么被选择的 通过我们的分析 以前就刚才不是有这样的图吗 发现它在这个循环和改良过程中 并没有被选择下来 而被选择 而是真正被选择呢 是从北美到南美过程中 有一些额利尤被固定下来 这时候呢 这个被选择的东西 这个额利尤呢 逐步又引到了我们中国的南方 这时候被我们南方 比如说广州被应用下来 现在所以广州有一定的产量了 所以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这么多的额利尤 并没有被固定下来 所以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中 哪一个额利尤在某一个区域最适合 如果被应用好的话 对这种低纬度的这种炸豆的产量 会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所以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刚才就讲到了这个 整个这个炸豆的这个 前世今生以及漂洋过海的故事 这样的话 你其实可以看到 科学还是挺惬意的 你也可以谈谈什么哥哥姐姐的故事 可以看看它 隔了几千年的这个隔空对唱 是吧 但是现实还是比较残酷的 是吧 也是比较现实 可能这个整个PPT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这些大都不显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大豆我国的一个生产情况 这是进口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 其实我国每年消费这么多大豆 主要还是依赖于进口的 并且这个进口量是逐年上升的 这是17年的数据 这是大概是95年的数据 然后去年已经到了9553万吨 我们进口 就是我们消费的87%以上是进口的 并且呢 主要是依赖于巴西和美国 如果 我们都知道 今年和中国和美国之间 并不是那么友好 是吧 这种不友好的情况下 你知道 如果我们不进口美国大豆 大伙可以想象 会影响我们多大的生活吗 其实 出出算一下 就是每人要减少4公斤食用油 和20公斤左右的肉的这种消费 就是我们不进口的话 所以 李老师 就是 我当参加这个会的时候 我开始 李老师给我这个 我好像还挺兴奋的 说 哎呀 终于可以讲一讲 还挺好 但是后来感觉到 哎呀 给水稻的压力太大了 当然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们做大豆人的压力更大 是吧 那大豆的问题在哪呢 其实主要一个问题可以看到 刚才李老师讲了 大豆 那个水稻有一个绿色革命 是吧 整个其实水稻小麦和玉米 都有一个绿色革命 当然它不同的基因 对于小麦和水稻主要是半耳等基因 当然它 你可以看到产量 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种飞跃 但对大豆而言 你可以看到 几十年如一日 是吧 一直是这种平平的 所以对我们 就觉得好像这种压力特大 但是大豆的绿色革命基因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所有的大豆人都追寻的一个梦想 当然我们也想着在梦想中去做一些工作 当然这梦想一直没有实现 但是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些 可能和产量相关的一些基因吧 比如说我们找到了一个 控制甲粒树这个基因 这个一般大豆种子呢 以二粒和三粒为主 但是呢有些材料是以三粒四粒为主 这个基因当然克隆了之后呢 就发现它主要在这个东北地区被用的比较多一点 黄海用的比较少一点 当然我们就觉得 如果这个基因能用到黄海的预种上 可能会提高这个产量 当时呢就和朱宝格老师呢合作 然后朱老师呢就把这个基因 导入了黄海的两个国审品种里面 确实可以看到它产量会提高10%左右 也许是幸运 但是确实是这样子 然后呢这次貌似你只要找到更多的这种产量的基因 你就可能能提高大多的产量了 其实呢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就像刚才李老师讲到的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对于不同的形状 因为我们都知道 刚才李老师他做的那个整个 柱形那个隧道的也可以看到 一个基因在这生物体里 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它一直是和其他人一起在战斗是吧 它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 这个网络的情况下就会对这个性状之间你需要去平衡 那这个平衡之间它内在的机制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打破这种平衡呢 所以呢我们也试图做了一些工作 这个呢就在前几年呢 对八百多份的大豆进行了重测学基础上呢 在我们不同的地方呢进行这个表情的鉴定 大概有八十几份材料 二八八十几个性状 然后呢多年多点去鉴定 鉴定之后你会发现确实这个性状之间 有很强的相关性 不管是正相关也好 不相关也好 这时候呢它的机制是在于什么呢 当然你想研究不同性状的机制 你手下研究一个基因它的机制是什么 这时候我们就用全基因的观念方法呢 对某些性状之间的它的机制 调控位点进行了解析 发现比如说这是珠高的 我们找到了这些不同的位点 当你把这个不同的这个性状之间的位点呢 进行整合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规律 比如说对于这么一个点 它只控制一个性状是吧 但是对于有些点 比如说这个点 你会发现它控制不同的性状 当然这个这个点之间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距离 那这个呢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是可能一个基因 来有不同的效果 它来控制不同的性状 就像刚才李老师说那个Ipin1 它来控制那个珠高 也来控制那个盗蚊病一样 是吧 第二个呢就是说 你看似它挨得很近 这是因为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遗传上是有连锁性的不同位点 就是说它之间有连锁性 当然我们不能够解释它 这个到底是一阴多效还是连锁性 但是呢 你可以根据这位点之间的连锁性呢 可以建这么一个网 这时候就把不同的位点和不同的性状呢 呕合到一起了 比如说这一个点 你可以看到 它来控制了很多很多的性状 这样的话就给你一种启示 你如果要想改变这些性状的一个 而不影响其他的时候 那这个位点呢 其实是不可以用的 在这个遗传改良上 或者分子设计运数上 你只能去用这一个点 比如说对于改变这个性状 因为这样的话呢 它不影响其他的性状 但是呢 你要想同时改变这些性状的时候 如果它们的效果正好是一致的话 可能这个点是最佳的选择 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就对分子育种有一些贡献 是吧 当然了这个也帮我们去设计一些试验 比如说我们知道油含量呢 它是个加性效应的 当然这个材料你可以看到 这个红的越多的时候 含量油量非常高 但是呢 还是有一个位点 它还是蓝色 如果和这个品种去杂交的话 如果把这个红色给借过去的话 就有可能会提高产量 含油量是吧 这个呢 当然这个设计呢 和珠宝格老师在合作 我们拭目以待 它到底是不是这样 这样好像是说 我们得到了遗传变异和性状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做分子设计育种 就可以为大家都做贡献了 其实可能路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都知道 性状之间除了这个遗传关系 还有一个环境 因为环境 不同基因在不同的环境的条件下 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吧 这当然我们就知道 它是因为受到这个 在不同环境下 我们不管是转路组啊 代谢组啊 等等其他各种组 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而这种变化 它们之前有一个动态的一种规律呢 这个规律的情况下 我们解析了 才能够真正真正走到 那个分子设计育种 所以呢 我想我们实验室将来 可能是在这个前期主要 做了一些大量的基因组织工作 在后期呢 可能是在不同环境下 看看其他这种组学的变化 最后找到这种动态的这种网络 从而呢 真正能够做到这种分子设计育种 从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大豆是吧 还是非常非常艰辛的 离水稻还很远 离国界还很远 整个是对大豆 所有大豆人而言 这个路真是很漫长 当然也可能出面了迷雾 但是 就用那个顾成立一句话说吧 黑夜给了我们大豆人 黑色的眼睛 我们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我们也相信 有一天一定会找到这个光明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自协非常有趣生动的报告 讲了我们这个大豆的如何去研究大豆 如何去认识大豆 如何去改良大豆 以及为我们的分子设计一种提出了非常好的期望 好 再次感谢田老师 那么下面一个环节是我们交流和互动的环节 根据这个会议的安排栏 我们有五位嘉宾在这儿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那么 这个 其实刚才我们这三位报告人也是我们的嘉宾 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我们这个曹晓凤老院士 那么这个我先介绍一下曹晓凤院士 最后让他们一起上来来介绍这个 那么曹晓凤院士呢也是中国科学院遗传华语所的研究员 是我们这个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和 在英国嘉宾的三中联合研究所的所长 那么他是这个我们国家在表观遗传 特别是资物表观遗传领域的领先的科学家 他的主要工作是蛋白质的金氨酸 从甲基化修饰和主蛋白的去甲基化修饰方面的工作 同时呢在研究这个水稻的小RNA合成 以及在水稻这个基因低温响应方面呢 做出了非常突出的工作 那么曹老师现在任这个国际植物表观遗传学专家委员会的委员 也是我们中国科学杂志的副主编 同时也是这个Plant Cell的这个国际杂志的一个编委 那么曹老师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包括获得了美国杜邦青年科学家奖 和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称号 2013年如选中组部万人计划 和2015年如选中国科学院士 2016年如选法展中国家科学院士 那么我们为小峰的到来表示感谢 那么下面这个环节呢 就请我们的这几位嘉宾 我们的曹友凤院士 韩冰院士 韩冰院士 我们江阳院士 还有我们田志喜研究员 这对我们研究所来讲 这是一种新的交流的方式 我们这个一个是我们专家之间 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解读 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跟专家的互动 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讨论了 我们国家这个水稻大豆的基础研究的 主要的进展和问题 那么呢也是庆祝我们这个嘉阳 袁隆平和这个张启发三位 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生命科学奖 所以这个意义非凡 今天趁这个机会呢 我们也给几位专家讨论一些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想请嘉阳院士讲讲这个 获得我们未来科学大奖的一些感受 能否介绍一下他的研究特色和这个经理 好吧 要看感受啊 确实很难 当然首先是觉得 就是你这个水稻这么出色的工作哈 这个获得了这个大奖 能够介绍一下在这方面呢 个人的感受也好 或者是对大家有什么期待 给大家有什么传授的经验哈 我说嘛 这工作也是前年我和二十年的工作 要说感受吧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首先来说啊 作为一个科研 作为科研来说啊 还是一个长期的 这样一个 要坚持不懈的工作 刚才志祺讲的比较这个 这个幽默也比较形象 就是说科研你做的时候啊 实际上你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 一开始还有好多的这个担心 为什么呢 首先你要担心 有没有一次重大的科学问题 应该找得好 找得准 对吧 我们刚才 海滨的院士的报告 其实也在说这个问题 你首先要做科研 你还是要找国际上 国内的重大的问题 这个科学上的问题吧 你可能是说 哎呀我这个是 在国际上是有重要的影响 我说做科研嘛 我说做科研嘛 首先要有它的创行性 对吧 刚才说的理念上 另一个要正要性 这个正要性呢 也极其重要 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要不重要的话 很有可能得不到社会上的这个关注 好在我们当时做水稻的时候 首先选的这个材料是有重要的 对吧 第二个呢 我们做的一次科学问题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基本的 生物学的一次问题 比如说你是生长发育 是周期数的专用机理 那这意思呢 从底面上说 你可能是所谓的是高大上的 但是你要从应用这个正要性上说 也是 我们首先是涉及到 我们每一个人吃饭 能不能吃得饱 这是大问题 因为吃得饱 我认为比吃得好重要 比人口健康当中的其他问题都重要 如果你都吃不饱 你就健康不起来了 对吧 天天都会是造成这个营养不良 或者是能量不够 所以这一条确定呢 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具体来说吧 你还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 首先你有没有经费 对不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是前两个问题 再接着下面一个 虽然次要一点 但是也很实际 你有没有 能不能别人欣赏 能给你经费 对吧 如果要是有 也很幸运 这个专家评审的时候 也觉得你做的问题 确实很重要 你能想也值得的 那你能拿到经费的话 你可以往下走 有了经费你也觉得有感受 你想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 一个小团队去研究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说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比较困难 不是每一个科技都适合每一个人 有的科技 有的研究的东西 就适合某一个特别的人 他可能比如说很执着 就对一件事情掐不舍去做 而不是经常是遇到一点困难 或者遇到一点点想法的时候 你看看那个人发了什么 重要的东西 我这个做了三年 还没有进展 那还得有这种坚持 如果要有这样的合适的人 他也有这个能力 基础知识也能够比较好的 我就觉得最终也可能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做水稻的 这个第一个基因和第二个基因的可能 一个是一分融为主的 当然这是在训练室很多 包括我们的方法 包括训练室其他的东西 第二个基因是 我在这没有讲到这个 实际上是跟细胞B合成有关的 我们的所谓的BC1 那是黎人海舞 维度一直也做 然后后面对于华老师也参与 做了很多的工作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看 尤其是在第一个工作 这个前面两个工作的当中 你要把整个体系 水稻的体系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肯定需要一个人能够非常聚焦 能够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能够动摇他 而且呢 这个人还特别有一个好处 他不会外面这个世界啊 发发热热的 或者是各种各样精彩的世界 你诱惑 他天天想的就是 怎么去把这个工作去做 这个说起来简单 实际上做得很不永远 由于你什么条件都没有的时候 每一步都要做 你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猫科幻基因考虑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有突出 啥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基因也没有很强的粘锁突出 啥都没有 我们要做的时候 还要做 叫做酵母的人工染色去大片段 颜色分配处地查入 那这样有了之后呢 把基本上确定到哪个染色去做 然后最后呢 比如说跟汉民的帮助 我们拿到back的库 从yard到back 然后再到进行可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步一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把这个体系能建下来 那它就是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心思太活络 遇到一点难的 就是不容易 所以我讲的还是很难的 好 我想这个贾向老师介绍了 他的这个二十多年的科研的工作 其一类的一些体会 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水稻科学界 这个原农瓶 利用了杂交水稻这个技术 在我们国家水稻生产当中 对产量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我们国家在水稻基因组 分子生物学 功能基因组研究等等方面 做出了非常好的贡献 也有非常多的进展 那么大家也提到了 未来我们国家水稻育种 或者大稻育种这方面的展望 那么提到了分子设计于种 那么我想问各位嘉宾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分子设计于种的现状 和未来会怎么样 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我们是不是请田老师 做个主题发言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那个现在这个整个分子设计于种呢 其实是 我觉得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 应该是一个非常短的这么一个点吧 非常关键的点 因为前期呢 尤其以水稻为例呢 可以看到 水稻在基因组整个发展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功能基因组这方面 就是对基因的功能这个参数呢 也有了非常好的这种 相当于基础 在这种基础上 如果能够进一步的把这些 知识在整合的情况下 尤其是可以看到 韩冰老师 还有李老师他们整个这个工作 做了很大这种 这种前期的工作的基础上 包括当然我们国内 一些其他科学家 这时候就能够把这些 基因之间 能够它最优的一种组合 能够给 组合到一起 这样的话呢 通过 对于一些材料 它一个底盘就相当于 它的一个摩底 知道哪些地方 还缺一些 这样的话呢 能够补回去的情况下 就有一个大的发展 当然呢 我们中科院呢 前期已经 部署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模块 设计于一种 这么一个先导专项 在这个基础上呢 确实也做了 非常好的这种成果 当然呢 下面呢 可能就像 刚才韩老师和李老师 提到的一样 后边呢 还有一些挑战 应该把这些挑战 继续再深入下去 当然呢 能做到这个精确的预众 我觉得可能 曹老师可以讲一讲 这方面一些挑战 比如说在这个表观这方面 我们给环境之间 互做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是吧 好 我先 非常非常荣幸 非常高兴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也特别祝贺李嘉阳老师 袁伦平先生和张启发老师 一起获得了这个未来生物大奖 这个非常 就是祝贺三位老师 那么说到未来呢 其实李老师是比较谦虚 他没有自己说 只是把自己的工作 介绍了一下 只要这个预主设计的这个理念 这个技术理论体系 是李老师最早提出来的 而且呢 他通过了这个二十多年的这个 基础科学的研究 大家也可以看到 基础科学的研究一步一步到了技术 最后到了应用 实际上就未来的这个作物 这个研究做了一个好的示范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特别想用 未来都是想应用 但是我们每一步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 是用不了的 那现在呢 李老师的这个工作 就给我们农业或者是育种业 不但是水稻 还有所有其他的作物 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那未来呢 我们就想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是个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我们人口 可能逐渐在老龄化 是有一个现实 另外呢我们的劳动力 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 早期都在田间 每天都在辛勤的叫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日子可能不再有了 更多的是需要机械化 或者是现代化 就农业的现代化 这里头我们所有的育种 你在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满足未来发展的 这样一个人的需要 一个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外的人呢 也就是我们原来 李老师说到 可能李老师那年代是体会到了 吃不饱的苦 我们在座的同学们 没有这个经历 体会不到挨饿是什么滋味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新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营养过剩 或者是它营养不均衡 也会造成新的问题 那李老师他们做的这个 淀粉的含量 比如说脂炼淀粉 脂炼淀粉的比例不一样 会给一些特殊需求的人群 比如说糖尿病人 他需要一些特殊的需求 能够通过这种设计的育种 能够让这些人群 他吃到这个粮食 能够有它的那个饱腹感 同时呢也对它的血糖 是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那未来呢 气候也在不断的变化 全球叫global warming 我们的土地呢 有的时候也会被有 有炎字化啊 或者是不是特别好的环境 那这个植物怎么长 能不能够智能化 或者是有很多生物的胁迫 比如说病毒啊细菌啊针菌啊 这些的侵害也很多 那我这个植物 怎么能够有效的 对它有这个反应 不是刚才李老师也讲的 IPA1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它在病啊就是 这个病侵染的时候 它才启动 然后一直就是 启动了这个Walky 45的表达 让它能够抗病 但是它没有病来的时候 它能促进生长 就是这样的例子 应该在我们研究当中 做得越多 了解得越透 我们在育种当中 也能更好地理解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其实刚才草原是 这个提到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未来的农业 未来的作物 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这几位水稻科学家 今年获了大奖 那么我们要问问 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 对现在有什么不同 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样子 在田间看见的 还是不是水稻 那么我们请 我们又请这个韩恩师 做基因组学的 来展望一下 我们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 这个未来水稻肯定不是大豆 还是水稻的样子 就是 我觉得大家可能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 至少现在科学家看到的东西 希望它能够营养高效 能够这个 有一定的抗疫性 还是一定的 它的风产性 还有它的这个品质 因为我们这个对水稻的要求 就是它提供主要的这个碳源 是吧 还包括一些微量元素 主要就是 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 它适应于这个 这个 它需要一个大量淡水 来灌溃才能生长的 还有一个呢 它主要是 它的祖先 就是在热带和雅热带的一个植物 所以你看到水稻往北移的时候呢 是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就是我们在东北种的水稻 你们要去看看它早期 这个玉秧的时候 其实都在大棚里面的 要不然它这个春天的时候 天气太冷 那么生育期不够 这个 这个气温不够 它最后秋天的时候 在东北还是刚刚入秋的时候 就必须要能收获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水稻 大家能够关注的还是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 会有一些极端天气出现 因为过去我们植物适应环境 都是经过百万年 都是逐渐适应的 那未来这个环境 这几十年的变化呢看出来 你想突然来个干旱 这个炎热 或者冷的冷汗 所以将来的水稻 一定要适应这种环境 第二个呢 启发院士也提到 将来它绿色超级岛 也是个理想吧 就是刚才讲的 少投入 少吃肥 最后多产出 它有很多理论的 但这些都基于遗传变异 我觉得不同的植物 在不同的环境下 都有不同的特性 但是你要把它聚在一起 过去靠育种学家 传统那个方法呢 就时间很长 现在有基因 辅助筛选的办法 你可以有目的地 把不同的这个 油粮形状 不同的我们可以 从遗传来看 就是不同的等位变异 把它聚在一起 像李洪弦 原始克隆的耐热基因 这个耐热基因 就是一个蛋白 一个蛋白媒体 突变了以后 它能够快速地清除 这个有害的 这个高温下的 有害的一些毒的蛋白 它起到耐热作用 但这个基因呢 是在非洲道里面的 所以过去一种学家 那种非洲道 给亚洲到 亚洲栽培的杂胶的时候 就难度很大 现在它通过构建 替换一些办法 就可以这样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水道 还得基于这个 优良基因之间的挖掘 然后呢 逐渐地 改良人喜欢的这些形状 将来的植物 应该是 能够更高效地生长 而且再投入少 产出多 我们不可能 配出了一个超级道 也不施肥 也不打药 什么都不干 这不可能的 我觉得人类的文明 到现在 把一个野生的植物 变成一个栽培道 就是一个逆自然 还你生长的 就这个我们看到的 水道长这个样子 像个肥胖病一样的 如果人类 人不去呵护它 跟野生在一起长 两代就淘汰掉了 因为它第一 冬天来了被冻死的 它不是多年生的了 第二 它这么大的 营养需要的很高 它那个质地 结实也有受到影响 如果在野生环境下 所以 我们还要 人类的文明 还要跟耕作的方式 要相一致 因为现在 照配到它不耐冷 冬天不耐冷 我可以 冬天种子保存起来 我春天就博种 夏天博种 是吧 所以将来这个 相辅相成的 由于水道 我们还密质 空间 这么单位面积里面 要多种很多植物 你看 这个静感长那么快 刚才江源院士讲到 你看 这个质感非常 非常细嫩 然后那个虫 虫海也非常厉害 因为 天然的 野生的那些植物 虫子不大容易吃的 有很多变化 但这些变化 都要相移植起来 包括更多方式的改变 不能简单的 依赖于一个 遗传改良的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讲的其他的手段 有两个基因的利用 从远远的那些 挖掘的那些基因用 像转基因抗虫的那些基因的应用 就有巨大的效应 大概我想 我的理解还是应该 能够看得见的东西 还用现有的手段 把有栏资源挖掘出来 改良未来的作用 可不可以理解 未来的水道更加自然化 对环境的响应更加积极 更加主动 更加有策略 就是 我觉得不能叫智能化 就是植物 它的生长还是要survive 它要适应环境 只不过人工认为 我把它加了一个基因进去 它更智能了 也可能更傻了 它植物长了 是吧 它其实 它这个民门冷了 它还不怕冷 它其实没那么智能 其实呢 我认为是按照人类设计 人类设计过程是智能化的 但植物本身并没有智能化 它智商也没提高 我们知道未来的水道 我们知道未来的水道是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未来的水道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机械化的利用 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未来的品种 一定要适应机械化 比如说 从这个种子的播种 到这个标题的管理 到最后的收获 整个过程 肯定都要是完全集结化 这是一个趋势 水道毫无疑问 肯定要走这条路 目前在看 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水道 已经在进行集结化的过程当中 但是没有小麦和玉米那么高 但是也是进来显出的 第二呢 可能我跟韩院士这个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 感觉上还是策略点不一样 他说水道呢 智能化 就是智能的作物有没有 要从人类这个角度上 它是对的 它不可能是有增加多少智商 但是它对环境 对这个感受的能力可能会提高 比如说高低温来了 它有一个sensor 这个系统比较敏感 然后它不仅sensor之后 它能够感应之后 感知之后 它能够调动子的防御系统 是它对变成高低温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提的这个事 叫 当然也是在很大胆的问题 叫做smart cloud 就是还是希望 它是一个智能响应的市场 第三个 我觉得 由此对水道来说 我觉得很重要的 可能是消费者的这样一种需求 可能是一个定制化 就是说很多作物 很可能是根据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你是人的营养需要 还是一种美食的享受需要 可能要根据你这样的需要 还是根据当地的环境的需要 你速进行去设计它 然后可以就是这样的品种 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不一样 那可能就需要对它的营养成分进行改造 适合它 比如说高芯啊高铁啊 甚至是维生素啊 或者是高抗芯淀粉啊 或者有的仅仅是感官的余 比如说我喜欢常立的 我喜欢是圆的余的 或者我喜欢彩色的 都可以进行做设计 最后一个可能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可能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利用性的 尤其是对水稿来说 现在是水稿 我经常在实验上我们在讨论 也许再过二十年三十年 水稿能不能像小麦一样种植 在同样的产量品质管理的情况下 它能够做到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很可能现在由于这个淡水资源 可能是未来巨大的这样一个限制因素 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可能是未来 一个是做研究的人 做分子涉及的人 可能要考虑的 我这点普通一点啊 就是刚才丽娜讲的一个智能啊 我不是说这个俏皮话 就是大家喜欢 由于公众语音理解 哦 水稿很聪明了 冬天了我穿件衣服 夏天了我脱件衣服 其实这对一个生物来讲呢 对一个植物就是 植物它是不能脱离环境的这个变化 其实你种个水稿呢 要考虑它的区域性 你譬如你在种的东北这个水稿 你不要让它在低光照下 这个光周期短的情况生长 这没必要 你也没必要把感应光 装进去藏的那个南方的水稿 所以水稿的这个区域化 你在哪地方种植一定要适合在哪地方 我们人很聪明了 从东北跑到这个南方去 它肯定不带那个渔用服了 这个这样 但对一个植物来说 你加进去一个基因进去 其实工作量是很大的 而且导入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我们经常讲吹道 一个基因进去它消耗能量的 你单天累赘的东西干嘛 所以将来我们给大家讲智能化 不是一个万能水稿 今天我在四川也种 那地方光照不强 云雾很多 你弄个水稿去了 你再跑到长江下游地方 将来这个区域化的概念一定要有 另外种植也不要通吃 不可能 未来的作物不可能一个种植通吃的 我推个中国两亿亩水稿 我全要推高我的品种 不可能的 一定要有 刚才李老师讲到那些功能性的水稿 将来的水稿一定多种多样的 一个品种通吃的情况 或者在大面积推广的情况都很少见了 但是呢 基本的核是一样的 底盘可能是那些 基本的要素而言 还营养高效的东西 少用淡水的情况 是吧 还在要 还有一个适合汉地耕作的 还有的地方是属于坡地的 还有那个水田多的地方 用水田种也挺好的 水田擦秧 水田一个好处 可以抑制这个 杂草的生长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水稿 这种耕作方式 要改变它的时候 不要偏偏地讲 哎呀 我就不用水田了 像南方那个地方水田 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对水的进化都有好处 所以我认为 未来的水稿一定是多样的 要说智能嘛 我觉得野生的东西最智能的 冬天也不怕冷 但是它没法用 因为它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所以未来呢 我们还是要多认识到 挖掘悠良的这个用处 大概可能 这个表述不一样 观点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想 是两个 两端在看问题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 这就将来的水稿 是一个定制化生产的水稿 要定制实惠于不同区域的 特殊的水稿 同时也可以我们 满足我们特殊人群 需要的定制的水稿 所以我想将来的水稿 是值得期待的 我们大家都还年轻 再过二十年 我们看看未来的水稿 是什么样子哈 那么我想我们 听我们这个 是直播的一个平台 那么可能还有不同领域的人 那么这里面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水稿的研究 现在涉及基因组学 功能基因组学 分子设计 那么 现在最流行的是 我们人工智能 对吧 AI技术 我们想问问 将来这一类的技术 在我们育种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得到应用 我们请专家发表一点看法 李老师你先讲 我讲的不一样 你请原谅 我觉得这个 就是伟财讲到 这个智能化的设施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未来我们育种 要想加快速度 需要高通量的一个筛选的手段 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无人机非常厉害 就扫描一下 但是去考它形状 我们还是习惯 习惯用一把尺子 一对眼睛去看 去肉眼去看 因为 现在最先进的这些仪器设备 你要把它全都用在田里面 还在近距离的拍摄 统计的数据 将来我想自动化的感应 程度高的 利用红外 利用这种拍摄 能够田间的 把每单位面积里面 不同的单株的这种形状 都能快速的全生育区的考察出来 这个对我们 鉴定这些优良的基因变异 它的功能变异都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时候 你要把基因聚合在一起的过程当中 不是简单一个目标基因进去的过程 那个大家知道分子辅助筛选一下 但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两个基因组之间 不同性组合之间 会产生新的这些组合 新的组合这个效应 你要漏掉了 你将来回去再筛混化功夫的 所以将来智能化的设施 这个非常重要 希望伟拆加油 你们这个坏柔大设施 把它弄起来 但是我想大设施不是建的一个点 将来的智能化一定要可移动的 便携式的 每个田间都能用的 如果就在你那个司机母地种 今天嘉阳种了 明天曹老师也不能种了 那不行了 一定要是可移动的 这个统计算法它有突破 一定要是 最好是那种无人机 小型无人机的办法 从种子蒙发去开始考察 不同的环境的因素统计进来 所以毫无疑问 这个智能化设施非常重要 这种技术 看看哪位专家 看一看哪位专家 其实呢 这个AI就是新的技术肯定是需要的 未来的作物呢 我自己想啊 它每块土地实际上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它的离子 它的养分 每个土地都是不一样 所以智能的一个呢 就是说什么样的土地 适合种什么样的植物 这个就像一把锁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 你这块土地适合种某一个品种 不一定适合种另外一个品种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理论有研究 最后所有的这些信息呢 需要通过大数据 需要通过这个计算机啊 这个把数据整合起来 更长远的来说呢 理想状态就是说 这一块地里是缺水了 它有信息反馈回来 农民呢可能在家里头拿一个Pad 就说这块地需要浇水了 那有自动化的就把它水浇上了 另外一块地呢可能缺磷肥了 那它就需要及时的补充磷肥 还有一个地方呢温度高了 它可能有一些设施让它降温 这种智能化的需要通过这种 和农学相结合的这种信息技术 我想这个信息技术是未来 在农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 当然在前期还是需要我们做基础科学 我是总强调基础 我们展望未来 那么现在我要不知道 不了解哪些材料 或者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它 那我们可能这些就做不到 但是最终呢肯定要跟其他学科做大的学科交叉 能够让我们植物或者让农民在家里头 能够享受这种现代化的高科技 带来的这种成果 我再聊一聊 我自己对这个AI 在这个未来这个作物设计上的一些想法吧 我就讲到这个AI的时候我就想啊 如果我们先别谈那个分子涉及一种 如果我们回到自己去点开一个网页的时候 或者你去 大伙也许都在什么淘宝啊或京东啊去买些东西的时候 你以前曾经买过一些什么东西 你可能再过两天再去进网页的时候 它相关的东西都会给你展现出来 可能你一直要感兴趣这些东西 慢慢它一直给你推送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想象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其实这种AI技术 或者是别管是大数据技术 已经真正的已经走入我们生活了 我想既然它已经走入生活了 那对我们这个分子涉及一种 它怎么又有可能不走入呢 是吧 我想将来一定是会走入的 那它走入的是怎么一个途径呢 可能我觉得从各位老师刚才介绍也能看到 其实以前我们对这个生物它本质上的一些规律而言 研究的更多的是一些关键的点 很重要的一些节点 但是将来可能你对于这个 它这种节点在不同的环境下 它更相当于它自己组成的一个交织的这种网络 更细致的这种网络 细致的这种信息 可能如果仅仅用现在的这种技术 我们是难以解析它的这种 内在的规律和秘密的 比如说对于遗传而言 我们都知道三大规律 但是将来如果我们再把 刚才说的定制化 包括各种环境条件下 它的这种变化 与它形状的表现之间的关系 如果还用那个简单的三大规律去解释的情况下 有可能我们就解释不了 但是如果就是说 刚才韩二世也讲了 如果把这个表形组这种大设施 再加上一些我们AI的计算的 一些新的算法融进去的情况下 这时候我们可能能够解析一些 不仅仅是三大预传规律这种规律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能够真正 真正解析到这种内在的基础的 这种秘密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能能够做到真正的分子设计 这发生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想这个AI技术真是蓬勃发展 对吧 可能未来进入 每一个学科都值得期待 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年轻的朋友 多关注这方面的进展 那么我想大家已经谈到了 很多关于我们水稻 实际上也踏起了 我们关于我们国家农业 未来作物设计怎么进行的问题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我们很多普通的观众 对分子设计与种 以及传统的与种 以及转经技术的与种 这几个技术或者思路之间有什么关系 请各位嘉宾发表一点看法 那我先抛妆引议 转基因一直是一个观众 就是公众最喜欢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转基因技术和这些技术之间呢 它从我们生物学 从技术层面上是不太一样的 转基因技术它最基本的原理 是把一个外源的基因 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把它导入到 你想研究的一个目标的材料里头 比如说水稻 它可以转基因 转到水稻 或者转到烟草 或者转到棉花 那么目前呢 应用最成功的是抗虫棉 它把抗虫基因转进去 一个Bt 一个地段基因转进去 这时候的棉花呢 如果虫子吃了这个棉花以后 它在肠道里不消化 对虫子肠道不消化 这个时候长出来的棉花 就能够高产 风产 所以这个是转基因的技术 那么传统的育种呢 就是说一般人们是根据经验 把两个材料杂交到一起 然后看后代 它稳定 后代表情的不再分离 因为基因非常多 水稻大概有400多个Million 4乘10的8次方的棉花队 所以全基因组很多 它后代会分离 如果把两个材料杂交到一块 那么它就需要多少代多少代 自焦自焦自焦 筛选出了一个稳定的 它需求的比如高产优质 这样一个品种 但是这个过程呢 非常时间非常漫长 非常费功费力 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后代 它有非常的不确定性 你不知道后代 会分离出什么样 有没有你要的好的结果 那么分子设计一种呢 是根据科学家前期研究的 你对很多重要的基因 你有很好的了解 你有一些预测 我把这个像韩老师 和李老师刚才讲 我把知道的基因聚合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后代 你对它是有一定的预知的 可以predict的一些情况 这个时候你做的后代 可能很快就能得到 你需要的这种性状 那么比传统的这个育种来说 是快很多 当然我们在这个中间呢 确实有过一段 叫分子辅助育种 就是有一些分子标记 然后帮助它 那么以后 因为现在基因测序的大力发展 让很多品种很容易 把基因就全测了 我也不需要辅助 直接就知道哪个基因 对它起作用 这个可能是我们最新的 也是最希望做的 达到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说到转基因呢 其实我还想多说一句话 转基因呢 不是洪水猛兽 没有那么的可怕 但是呢 我们在早期的科普宣传当中呢 做的不够 老百姓或者公众 对它理解的不够好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这种 可以比如说叫基因编辑 把自己的基因改造一些 这个不是转基因 但是呢 它可以起到改良 作物品种的这样一个作用 很好的作用 我也希望呢 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吧 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宣传 就是大家如果你对这个科学认识的 特别深刻 就了解的更多 可能在这个 大家在朋友圈传播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可能会更理智一些 这个是我的一个题外话 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个基因组测序了 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认为是在以前 传过一种比较盲目的情况下 现在知道基因组了 是不是认为可以认为是一种透明的可见的一种 非常同意曹老师的观点 我觉得未来这个转基因这个手段也好 这个基因组边际的手段也好 还有将来有可能的合成生物学手段 这些都会用到这个未来的这个设计一种理念 我们现在讲到的设计一种 也是根据现在你有多少能力 去用它 结合这个植物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 去设计 但是不管怎么讲 这些技术的发展 都还要遵循这个生物它本身的生长发育的规律 所以将来 譬如现在这个基因组编辑的方法很高效 它可能改变一个剪辑 就达到一个效果 过去你要培育 把一个用量希望倒来倒去 周期也很长 带来的还可能负面东西很多 还不如去编辑一下 所以这些肯定是很强大的一个手段 那将来如果边界的很多 或者我可以合成一个东西 将来染色体合成技术好了 那整条染色体都合成了 那不是更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在微生物里已经做到了 这些都是未来的这个东西 目标呢还是前面讲的 优质 高产 环境友好 很多种形状 是吧 我相信这个科学技术发展 刚才提到这个基因组 因为也是基于高通量基因组测序手段 以及现在的大数据的分析能力 生物信息学的分析能力 是我们对整个基因组组认识的全面一些 但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基因 能知道功能的还是非常有限的 去统计水稻里面的两千多个基因 已经比较准确地鉴定了功能 但还有很多基因 可能根据其他植物鉴定的 同源性的功能分析 能知道一些功能 可能将来会信息更全面 好 我想我们的交流的环节 这个专家回答问题的在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可能刚才涉及到转金 转金从科学上来讲是绝对安全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 非说转金不好呢 是因为他们想卖他的产品 他的价格 但价格一定会比转金的高很多 这个大家自己去判断 这个我想下面我们进入提问的环节 看看我们哪位有问题 我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我想提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 李老师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 就是说把我们现有的品种 把自然间种的自然变异 或者最佳的那个LIO找到 补平我们现在的短板 就基本上能够满足到我们可能 在这个可预见的未来 把30年能达到这个目的 满足这个目标 对吧 我的问题就是说 超出这个范围以外 你怎么去想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你未来的水道 刚才韩老师也说这个问题了 我还是想问 这个未来的水道 能不能你再设计一种 这个 这个 可能不是水道了也许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未来30年以后 你怎么去再想水道 他就说你的水道能不能像我的玉米一样高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袁先生的这个 和夏成良的梦想 看看我们呢 这个 我们看看哪位专家 能不能对他的问题做出一些 叫做幻想或者科学的推断 你说的很对 就是说曾经啊 在实验上我们老师们也讨论过 就是说现在的水道 它的整个的生长发育 它的株形 就是说是一个 跟玉米 比如说就不一样 我们当时也是拿玉米 在做地的 就是说水道 有没有可能 水子更大 分裂更少 因为野生玉米 你要知道 也是从多分支 然后最后慢慢慢慢变成 这样一个单的杆子 然后产生一个 一个岁或者两个岁的 这样一个状况 水道会不会 那要取决于我们未来的 这个研究的这种工作 有没有这种巨大的进展 就是说能够让这个岁子 它长得像一个鼠子那样 或者像小米那样 一个巨大的要非常强强的 强壮的这个进展去支撑 然后它高效的利用 能够这个收获指数更高 等等之类的 但是至少在近期 我觉得有一个可行的目标 稍微比较大一点 比如说 现在我们有 韩老师也说了 有很多的野生的水道 它们是高抗利尽的 比如说干旱啊 病啊 虫啊 自然资源利用也很少 那有没有可能 在这种人工巡化 就是志祺说的 能够加速的巡化 使这一次野生的水道 能够快速的 比如说过去是通过 七千年 八千年的水道 这样一个灾配的巡化历史 那像大豆一样 一百年 那么能不能在现在的技术 更快地用它 十年左右 去实现这样一个 那这样最后就变成 产量品质 还能够得到有所提高 但是在投入 在各个方面 就会大大的减少 这或许是一个可以 能够预期的这样一个目标 就是现在你讲到这些东西 大家都想象得到 你讲到水道越大越好 将来水道也可能没有进杆了 都有可能的 就长几片叶子 然后直接就灌浆了 然后就变成栗子了 然后你把它种在盆里面 不是这么种的 这样的干细胞技术 完全可能的 因为你现在的静感支撑作用 通风呀 将来光周期变了 很多做干细胞是设想过的 将来 你现在蔬菜可以达到水平 你看那有的南瓜 长得很大很大的 藤本的 是吧 将来水道也有可能 长得静感变小了 但是它那个碎子 你找个物理的 把它支撑一下 它就不断地长大碎子大碎子 不需要静感来支撑它了 但那整个的植物的 它的生态环境都要变了 现实的就是 像碳山碳室可以利用的 现在如果能够 把水道变成碳室水道 那也是一个方法 将来水道能够共生共担 这也是一个目标 那就非常革命性的变化了 可能这两条大家可以期待的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那后面同学有个问题 就是听几位老师的报告 我就是能感觉到这个材料 对于植物研究特别重要 那么但是对于在生化过程中 这个植物基因的多样性 是可以理解为是 逐渐单一减少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在生化过程中 对于野生品种的 这个基因多样性 以及它的野生品种 性状多样性的 这个保存 保护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是同学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同学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训化构成了很多材料 很多中间的材料 怎么保存的问题 看哪位嘉宾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材料 对于整个一个将来 也许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种植的 只是一小部分 或者是已经被培育的很好的材料 但是那些野生的或半野生的 它同样重要对我们将来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说 我就讲大豆的例子了 因为对大豆熟悉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大豆 是从咱们中国引进过去的 但是呢 在上世纪的时候 它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病 就包囊腺虫病 基本上它们大豆都要绝产 基本上就说 整个美国不能再生产大豆了 但是呢 它们有幸就在我们中国 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 就是能够抗这包囊腺虫 然后引进过去之后 它就育成了整个 靠包囊腺虫这么大的 所以呢 它就绝处丰生 可以看到现在 还是要比我们生产的好的好 我想举这个例子的意思 就是说 就这位同学提的真的非常好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 我们自己的一些材料 当然这个保护材料 咱们中国有很多这种机构 来专门做这件事 包括我们知道 农科院它专门有 种植资源库 包括我们中科院 昆明也有种植资源库 当然 现在华大也在做 所谓种植资源库 反正是各种各样的 种植资源库 当然其他单位 也在收集地方的 一些种植资源库 这些种植资源库 我们觉得 应该更加重视它 重视它 能够 还能够把它利用好 这些呢 我觉得是将来我们应该 国家整个需要重视的 这也是我们一个研究的一个根本 韩老师您再补充一下 就是 就是现在这个 现在农业文明 它大量的耕地面积 把野生的环境的那些植物 它的生境给破坏掉了 所以这个资源的灭绝 很多野生资源灭绝 确实非常严峻 有可能以后再弄不回来了 最好的办法 把它保护好 要利用好 要有人研究它 但是将来我觉得 还有一个途径 就将来还可以创造新的这个端性 像高彩雅老师做的这个 CRISPR方法 可以产生新的变异 这些变异的手段也多了 过去突变体变异 就是一般的 确实变异 但将来这个CRISPR 可以获得一些 新的功能性的变异 可能这将来可以弥补一些 没有的话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就到此为止 我们今天 这个四位专家解析了 这个我们 2018年 未来科学大奖 生物学奖的一些 基本的这个 科研的成果和背景 所以特别 对几位专家的报告和参与 表示感谢 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参与 希望多多支持 关注我们生命科学的发展 谢谢大家 感谢小伟子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